這個標靶本來是 很惡劣的第二惡劣 甚至於比這個下面的三陰性 更惡劣 但是有靶以後 它就提升到上面來 所以這個時代就是 精準一些的重要性 是 在 精準的話就是說要 不要亂將大鳥 不要一時接回 變好的細胞也在殺對不對 對 你不要把海的細胞也殺 沒有 就精準就不用了 所以精準的意思 就有一點像我這種矮胖子的 這個頸部要XXL 但是我在這裡只有M的 以前就是一體適用 現在你知道 我去給蔡王師做 客製化的 這個XXL 這個M的 不知道你看看 不知道 你穿著繩就知道了 對 肩膀很寬 肩膀一寬 肚子太大扣不起來 等你褲子能扣 肩膀又太大 對 所以一定要量身打招 這個就是 三陰性量身打招 歡迎收看 醫師好了 這張七位全部帥哥 對抗可怕病魔 你的武器夠厲害嗎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要告訴你 對付疾病 這些檢查能幫助你 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並且大大提升治病效率喔 三位藝人做過哪些治療 戰勝病魔呢 今天有沒有發現 我們醫師 一排都是男生 真的 都是德高望重 驚光閃閃 雖然我不是醫界 但是我在休息室 就覺得壓力很重 對 製作單位說 今天來的都是 一流 一流 我先跪著路子 對 我先跪著路子 剛剛還沒路的時候 製作單位已經講說 今天都是德高望重 所以我一定是洗耳工 怎麼看呢 因為如果你不懂醫界 看牌之後順位就知道 江崩峻平常錯誤 現在做到最後一席 還要調查 其他的都是我們德高望重 謝謝你們來 我們光臨我們節目 謝謝 這集一定要看 也許你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呢 不是 你看不懂才叫學習 對 我們不是看醫療 要看學習 很多東西老師在教課 也是我們不懂的 也不懂 才叫學習 所以這醫療的技術進步 許多疾病不再無解了 今天就要告訴大家 醫療有多進步 能多精準的對人 對症下藥 幫你量身打造 最佳的治療方式 也就是說 有一天不幸離病的時候 不幸 但是呢 你可以節省 不要的冤枉乳 是 來 更精準就對了 來 可以看一下第一項 乳癌透過基因檢測 精準選擇治療的方式 對 我當初看到這個標題 我就想到那個 安傑莉娜球莉吧 對 是不是 他為什麼大家又說 他沒事去切那個乳房乾 因為他也是透過這種檢測的時候 他是百分之八九十 他就避免以後麻煩就切掉了 對 基本上這個乳癌 以前傳統就是說 看看你第幾期 但是現在同樣第一期或第二期 還更精準一點 就是看你癌細胞表面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比如說癌細胞表面 有這四個型 上課囉 各位 上課囉 第一個型就是管腔型A 這個就是它的細胞表面 有這個荷爾蒙接受體陽性 但是它又不必做 基本上比較更溫和一點 可能不必化療 那這個管腔型B也是陽性 不過有時候它的分裂會快一點 要不要 要靠基因檢測 那麼第三這個荷兔 雖然英文很深 但是我們要講成就是 表面生產液第二型 過度表現 這種東西 有一個靶 我們就有要對它 叫做 沒有把力射什麼 有目標 有目標 第四這三陰性就是 荷爾蒙接受體陽性也沒有 就是陰性的 還有這個荷兔也沒有 那你看這個當然就可能要靠 這個化療 而且它可能 不過我認真已經講了 沒關係 我跟你講 就是聽不懂才要上課 關怒俏認真學 不是看娛樂性 就是一個 這個是比較 第一個是比較輕的 最輕的 接下來管腔 所以我們常常聽 有人什麼標靶 有人什麼化療 對 對不對 對… 它是從不惡劣到漸漸惡劣 最惡劣 也可以這麼講 但是時代會變 這個標靶 本來是很惡劣的 對惡劣 甚至於比這個下面的三陰性 更惡劣 但是有靶以後 它就提升到上面來 所以這個時代就是 精準一些的重要性 是 所以精準的話就是說 不要亂將大鳥 不要一時接回 變好的細胞也在殺就對了 對 不要把海的細胞也殺 沒有 精準就不用了 所以精準的意思就是 有一點像我這種矮胖子的 這個頸部要XXL 但是我的這裡只有M的 它以前就是一體適用 現在你知道我去給彩虹師做 客製化的 這個XXL 這個M的 我知道你說 肩膀很寬嘛 肩膀很寬嘛 肩膀一寬 肚子太大扣不起來 等你褲子能扣 肩膀又太大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量身打招 這個就是三陰性量 量身打招 現在 現在 你還要問什麼嗎 沒有 你嘴話為主 沒有話說 再來就是說 要基因檢測 基因檢測的意思就是 你剛才講那個安潔妮 是還沒有得病的時候 他家族他媽媽有卵超癌 那他可能那個卵超癌 是那一種遺傳性的 對 他就是叫做 米牙死的外 都演藝了 米牙死的外 其實它是一個遺傳的基因 它有變異的話 它百分之九十 有的人說八十 終身會得到乳癌 百分之五六十會得暖炒癌 你倒不如先把它拿掉 安潔你怎麼拿不是這樣 因為有那個乳癌 要把它拿 然後再 所以不要怕說拿掉以後就 你暖炒拿掉 也可以吃荷爾蒙的補充 現在你有看到這種 別人拿早 因為你現在技術好 麻醉技術好 團隊也強 拿掉以後可以裝一個 比原來更美的 你懷孕 是 為什麼不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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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現在還要說清楚 你還沒幫我問人 那問多謝 你問你 這就是說 基因檢測是要做什麼的 就是你有時候如果中間 我們還假做基因檢測 可以跟他看 到底他算命 算命 算命 算命分數比較高 那就是 要發量 他分數比較低 就要 現在的基因 叫做第二代 那說的那也聽到 第二代刺濕的 我做醫生 我跟你的意思說 那個基因很棒 就對了 以前很貴 現在也比較熟 是 用那個來檢測 就看你的基因幾項 電 就算命算了 你這個 不 主席 90 你就要用發量 你這個不用你就不用 現在有一個 美國家庭 ASCO ASCO 你也聽我嗎 不是 你說不用 你說不用做我們的單事 沒有 沒有 不用做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標準的 作業流程 別的方法 是說要做是更精細 那是說你 有時候要坐商務艙 就有商務艙 可以拿下去 對啊 但經濟艙有基本 就會告你美國 是 沒關係對不對 這個意思是說 這個有時候做這個 真的有 現在有一個叫做 不要說什麼 那個臨床事件很大 現在證實說 在那份上 如果二號一下就不用做 這樣 不用做什麼 不用做我就說 有好問治療 用別的方法治療 對… 我現在有兩個 很鮮明的例子 一個就是很大顆 今晚也是 交易程度很高 經濟能力也很強 但是他就是說 故事 就是 中間很大疼 再來契話 我第一次也是把化療 從來消費 我們在分析裡走 但是化療很艱難 他買的 又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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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知道說 要治療的時候 就要疼他 另外我有一個 我有第一季 第二季 還到第四季了 還在那裡幾十次了 之後 結果都沒有藥 不過他想說 要再拚看看 所以我們就從基因檢測 去找到那個 叫做 這樣說比較簡單 是指動基因 就是很重要的 治療的那個基因 剛才用藥 把它錄 照那個 那個也不要再講話 就是一個 一字字就是M2 用到那裡 又燒起來 現在化得好 所以如果配合 如果還有多少次做 絕對可以更好 其實今天看到張院長 來上節目 感覺很奇怪 因為以前都是張院長 在上面上歌 我是坐在底下的學生 來上課 我自己做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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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菁准醫療 講穿的就是一句話而已 找到需要治療的病人 就是精準醫療的目的 你如果被我們 在傳統的那個認知裡面 我們沒辦法告訴你的 化療到底對你有什麼好處 但我們就用精準醫療 告訴你說 其實你這個人 可以不接受化療 或是你這個人 其實接受化療 對你會比較好 其實在乳癌的治療裡面 我們大家都知道 達文西手術 還有另外一種 我們也是有一種 比較不貴的內視鏡 因為以前內視鏡是 自癌自亡 你伸進去就直直的伸過去 像內視鏡伸進去 跟達文西一樣 它是可以轉彎的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 27歲的郭蕭老師 有個7公分的腫瘤 我當時第一句我就罵他 你是郭蕭老師 你的腫瘤擺到7公分 你自己不知道 這個是不好的東西嗎 他說他知道 可是他就覺得說 萬一它開掉了 就扁掉 他就不能夠接受 所以他認為說 他就一直在拖 一直在拖 他就拖完之後我就說 好 那我們先來打 先打化療好不好 結果他運氣很不好 他打的獅子 一點反應都沒有 從7公分還變8公分 反而越打越打 那接下來就換一個 治療方式 沒有 那時候因為就是 再換的話可能這個就會 會有點拖到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就直接開刀 可是他說他無法接受說 他開完刀之後 沒有乳頭 他說可不可以馬上重建 我說可以啊 你開完刀之後 如果你怕沒有乳房 我們開完刀馬上重建 我們就怎麼開 我們就從這個腋下的地方 開了一刀 然後用內似劑的方法進去 幫他把整個乳房拿掉 再裝個水球放進去 他的乳頭好好的擺在那裡 他開完刀之後 如果他沒有仔細讓 你沒有看到他腋下的傷口 你根本不知道他開過刀 這是我們的乳房行進去 就是可以幫助一些 就是對自己的外觀 非常非常care 一些女性病人 你真的不用太緊張了 就好像那個教授講的 你看完之後 搞不好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要衛教 就是說很多人你看 很多衛生會後來七八公分 我有個親人就是這樣 到最後腫到不行了 就已經很晚了 但是你今天 你聽我們張教授講了沒有 其實有實際種治療方式 對 多元化 而且團隊很強 而且現在藥又很精準 我們現在還要想說 要精準以外 故作用要最少 是 這個叫做 故作用極小化 但是前提是 你要有一點錢 他整個互獲嗎 他就講這個就 這三個字 其實不錯的 台灣人也不 這個健保 對不對 老闆健保 已經救不少人了 我們來看看第二項 液態切片一滴血檢測癌症 其實今天這場幾乎可以是 算是腫瘤研討會 還有腫瘤研討會 告訴我 我說一下 因為告訴我 我也是很生氣 大家就聽了 你不要亂麻 你不要亂麻 我也是他講 我也是他講 他三個都看他 他跟今天都沒有什麼老 他剛才說是 我也是老在等 但是其實講到精準醫學 我要先稱讚一下 我們婦產科自己 其實像今天這些科 這些老師知道就好 因為討他們一定是腫瘤 但是我們婦產科 沒事可以找我們 因為平常可以緊張 對啊 但是精準醫學其實有一些 尤其是液態切片 我今天講這個概念 精準醫學現在 大家如果聽到 或者液態切片的概念 來自於產科 產科是什麼概念呢 現在大家都聽過 你去生孩子的時候 我們很早期 抽媽媽的血 你就可以驗到 保肚子裡面 胎兒的染色體 就可以知道了 這個叫非侵入式檢查 其他的前端 大概1940幾年 大概就有人發現了 怎麼有懷孕的人 或者有腫瘤的人 你去抽媽媽的血 他的某些染色體片段 應該不是這個媽媽的 但是有增加很多 但那時候科學設備 沒有辦法很好 所以到了1977年的時候 1977年發現 某一種癌症呢 他發現 好像那個染色體的濃度 稍微又增加了一點點 到了1989年 你看1989年 20年前 終於發現 原來有腫瘤的人 或者有寶寶懷孕的人 在媽媽的血液裡面 可以檢查到一些 非媽媽本身的染色體 好 那這個 目前用的最多 剛剛教授有說一個 一個是診斷 是不是抽你的血 就可以知道你已經有腫瘤了呢 目前像安吉利納求利 某一種特別基因是可以 可是我們自己在看 最大的好處 恐怕是在 監測你想一個道理 我們寶寶染色體 它本來流 透過血液裡面 你在 你的媽媽血液 就可以檢查到 那如果是腫瘤呢 腫瘤我們開完刀 都很不希望它復發 可是以前復發 都要等到什麼時候 影像上檢查油 影像上檢查油 如果一公分的 影像檢查油的話 大概組織的細胞 那等到11個細胞 那有的人說那我先抽血 但是有時候抽血 可以檢查到 可能只有幾萬個細 大概1000萬個細胞 可以檢查得到 可是檢查得到 你還不知道它長在哪裡 對 那現在概念 如果這個細胞 開始在增加 搞不好幾千個細胞 到幾萬個細胞 在你體內找得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可能 跟剛剛張教授講得有點像 大家看喔 1989年 20年前 就大概知道這樣子的概念 花了20年到現在 可以比較正確的檢查出來 可是過一陣子 才能更到後面的治療端 治療端目前老實講 我自己在看用最好的 恐怕是一般外科的 乳癌的部分 是目前最成型的 可是還花十幾年的時間 怎麼說就像教授講的 你這個惡性腫瘤還要分 你看光剛剛分四五種 知道誰對誰比較不好 那每個套裝組 誰穿什麼衣服比較好看 都要設計出來 那我們婦產科 目前有另外一些癌症 也慢慢在開發出來 像我們的子宮頸癌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前天剛好一個個案 這個才26歲小女生 其實她快結婚了 她的媽媽 子宮內膜癌 外加卵巢癌 她的奶奶 那個乳癌 於是她覺得 那個機率很高 對 因為我說 你們家是集癌症的 集點卡的概念 所以她就很擔心 所以她就很擔心 她會不會得到 這樣的一個癌症 現在就是剛剛講 那個平台已經越來越便宜 檢測越來越便宜 我們也有提供一種 你可以偵測 大概有 就可以把它湊起來 於是她就來做這樣的檢查 當然因為報告還沒出來 但我要講的就是 如果這種 藉由一個抽血 因為以前很可能說 那你要知道我 我方有沒有找什麼東西 那我就亂切片一下 子宮亂切片一下 內膜亂切片 可是現在已經 不幹這種事情了 用淹血就可以了 對 淹個血 可能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對 那就是未來趨勢 我覺得未來可能 真的是在你血液裡面 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去無存精 跟大量的 大數據的統計 就可以知道 哪個人是 壞人在抓起來 沒有很壞的 就讓他繼續活著 大家可以和平共存 現在醫學進步 已經能提早知道 是 以前是不知道 等發現已經為時已晚 對 現在是提早 提早 提早讓你知道 你還要不要去做這個 保險的動作而已 對 對不對 這樣說就是 這樣講 對 知道嗎 因為小學生 我們只要給你生氣 給你生氣 給你生氣 要不再大一了 對 剛剛陳醫生 你說的那個子宮頸癌 我去年就是 因為不正常出血 然後就是不是經期當中出血 然後我覺得不正常 我就去診所婦產科 做檢查 然後做抹片 然後抹片 後來報告出來說有異常 他見我在回診 在做一個 要做麻醉的一個 深層的切片 然後深層切片 報告回來 還是有異常 他就說 那我們必須要轉診 要我轉診到大醫院 他說你這個 你子宮可能要拿掉 我們這個針數 我沒有辦法幫你做 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了 那個 台X醫院這樣子 台X醫院 看到我就說 你小孩生了嗎 等一下你講台X還有一個喔 差大 好幾個啊 差大 這樣可以 差 差安會生氣 但我小孩生了沒有 我說我生完了這樣子 他說 你子宮要拿掉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你已經得子宮頸癌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要切掉 然後因為我想說 那我多問幾家好了 我怕想說 說不定可以不用開這個刀 對 於是我就去擦腫 擦腫醫院 然後後來也是做內診 他說其實在你大概 三點鐘左右那個方向 就發現了一個 三公分的腫瘤了 已經看得到了 然後說那你這個子宮 是不是要拿掉 然後加上他後來 建議我 他高度建議我說 因為我的體質關係還是什麼 我的卵巢一定拿掉好了 他說因為在我的子宮頸口 跟子宮頸內的交界處 有發現兩種癌 一個是腺癌 一個是靈癌 他說以我這個37歲的年紀來說 非常罕見 對 然後我後來就很快就進了 開刀房做了手術 然後他幫我切除了大概 周圍四五十顆的淋巴 拿去做化驗這樣子 後來他就告訴我說 小童 我要老實告訴你 你的左骨盆淋巴的 左骨盆的淋巴有 三顆 三顆左右 然後你必須 對 你必須要做放療跟化療這樣子 所以我當中那個時候 很快的開完刀 然後做了28次的放療 然後10次的化療 真的很煎熬喔 對 大概半年 然後那個時候打的藥物是 白金跟紫三醇 對 然後那種紫三醇 就一定會 噁心 嘔吐 可是我還比較滿幸運的是 我嘴沒有破 然後食慾還很好 然後反而還發胖了 那這個病問題 剛剛你還還不錯 不曉得 不曉得是不是 因為可能年輕的關係 或是什麼 對啊 然後後來這個療程都結束之後 醫生說好 那我要 給你一個身體的總考試了 我們要做一個正子噪音 然後說可是要自費 然後那個四萬多塊 我想說那如果沒錢的話 這個勢必要做嗎 跟他說那看你有沒有保險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還是做了 這個正子噪音 然後也很謝謝老天爺 也謝謝大家的機器 都是一切都正常這樣子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你真的很勇敢 這樣聽起來曹婉寧故事就 還要講嗎 不要啦 不要啦 應該曹婉寧先講再講你 你感覺比較辛苦一點 不會 可是我真的要奉勸 所有女性朋友 因為不痛不癢的 很多人怕內診 對 怕內診 然後你就不去檢查 其實我在2005年 才做了第一次的抹片 然後那個時候就發現有細胞病變 然後我就去處理掉 處理掉以後我就覺得沒事了 我就 一直到2017年才發現 不正常出血才發現 所以真的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只要我定期做抹片 都OK的話就表示我沒有癌吧 不能這樣講 但是現行的很多檢查方式 它的敏感度是夠高的 它可能真的拖太久 2020年 我們子宮頸 還是跟一種病毒有關係 這種病毒感染的話 其實正常流程 大概要10年 10年 對 所以它就是05年到17年 其實很可期 如果中間有去看 可以更早期的偵測 不過它的治療是非常完整的 你可以寫一個 我的癌症治療 治療室 它就非常標準的 就是手術加放療加化療 那它現在如果整體的 看起來應該治療完成 可是你可以面對的就是 所以我們剛剛講 精準醫學以後就是 可以更精準 那你剛剛是影像的精準 所以你做的是證實 未來很可能藉由抽血 但我必須要講 還要過一陣子 因為我們在目前 跟台大的一些 也是合作的案件 發現子宮頸癌或卵巢癌 如果當時的檢體 有某幾種特別的基因 或者基因片段 知道是存在那個腫瘤 我們針對那個基因片段 來追蹤你體內有沒有 沒有 如果他會跑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有點問題 就可以更早 重複的 可是我要講的意思說 如果在他找十年 如果找幾年 你家族有人嗎 沒有 沒有 如果你血液如果偵測出 這個高危險權 你比如說百分之八十九十 你會去割嗎 看起來很深 對 我跟你講 阿美妍方當初也是這樣子 對啊 他也是想要保留 後來就沒有這樣 所以我現在的意思說是 對於那個VR CEO那一種 就好像沒有得病的時候 可以去做 另外像剛才我們寶神這樣講的 大部分是說 那你要提早偵測到 這樣的話是有他的力氣 有他的著力點這樣 是 所以你現在是繼續追蹤對不對 繼續追蹤 因為走林八真的很麻煩 全身 你真的不知道他要串到哪去 就是持續追蹤 還是要保持樂觀心態 我很樂觀 超級樂觀 來 婉妮呢 我小時候就是 比較是過動的小孩 然後我國小國中那時候 就有參加 就是學校的一些田徑隊這樣 然後就很愛跑步 然後一直到我國一的時候 劇烈運動 運動過後 就是我會 然後很劇痛 就是會捲在地上冒冷汗 沒辦法爬起來的那種 然後就很常要去掛急診 或者是叫救護車來學校接我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剛發生的時候 就是急診醫生就說 沒有啊 他那麼年輕 就是一定是什麼 就不覺得有什麼 對 就不會覺得是一些 其他的狀況這樣 然後因為太平凡了 就太常就是 三不五時就掛急診 然後就叫救護車 然後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說不行 就是在那次急診的時候 就說可不可以幫我 轉成婦產科 幫我檢查一下 然後那醫生就覺得就是 他這麼小又沒有怎麼樣 就是不太想給我轉 然後最後還是轉了 然後那個婦產科醫生就其實 他也有點不太開心 然後就照超音波 一照就是不得了 他就不講話了 他就看 然後就發現那個 我卵巢裡面有一個這樣 十公分左右的一個就是 妳那時候幾歲 十三十四 原的什麼東西 就是腫瘤 一顆腫瘤在裡面 9.5到10公分 然後醫生就不敢講話 然後就說那個就是有腫瘤 這樣很大 然後就畫給我媽媽看這樣 然後就說現在立刻就要 立刻安排住院 然後就要做檢查 然後做開導 因為那時候還不確定 他是不是惡性還是良性的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開完了之後 就是發現確定是 那時候我也不曉得是怎麼 醫生也沒有告訴我 反正我那時候看到 我的重大傷病卡上面 是這樣寫的 然後那時候也拿掉了一些 那個淋巴結什麼的 對啊 然後可是我 感謝主沒有讓我化療什麼 都沒有做一些其他吃藥什麼的 對啊 然後就結束之後就是 對 就到現在 已經超過十年了 所以我應該算恢復了吧 應該沒事 應該沒事 我現在比較 所以這個事的也許覺得 為什麼那麼年輕得愛 對 換句話說 還好你年輕得愛 對啊 因為我們家族也沒有這種 就是沒有人有這種 我以為那個子宮頸癌或什麼癌 是有性行為以後才會有這些 子宮頸癌跟性行為比較有關係 因為卵巢癌比較沒關係 因為卵巢癌 以他來講 因為卵巢癌分三大族群 每一個族群又不一樣 他可能是比較年輕的那個 可能比較良性那種 對 對 我是好像是 他應該是癌症 要不然他不會被發重大傷病 可是他應該是第一期 很局限在卵巢 所以你可能只有單邊拿掉 淋巴我猜也沒事 所以沒有後續的一個治療 可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之後就是 會不會對懷孕有影響 我通常如果病人問這個問題 我就說 那你趕快先找一個男人 先趕快去 先試試看 好煩喔 要生就趕快生 不然先動了 先試試看 過身體 記得剛剛陳醫師講的 這是什麼叫做 到底液態切片 我是做癌症的專科醫師 以前我們要治療癌症 我們一定要想要切一塊下來 好好在病理顯微鏡底下 看它怎麼樣 然後這個要做一些染色 看它什麼特色 然後決定它是什麼癌症 決定給它什麼治療 但是切片很多時候 是很難去操作的 譬如說最難的 你的腦瘤很難切片 你的肺很難切片 皮脹很難切片 一個淋巴線長在腹腔裡面 你也很難切片 很多時候 你切一次沒切到 你切片一次要等三天 林先生對不起 上次那個切到好像只是結巴 看起來是惡性 你再切一次 現在的技術改變了 就像陳醫師剛剛講的 最近幾年的這個技術的進步 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 以後我只要抽血 就可以得到大部分以前切片 就可以得到的資訊 而且從抽血 還可以得到 以前看不到的資訊 因為我們可以從血裡面看到癌細胞 可以血裡面看到癌細胞的這個DNA的片段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每個癌症在長的時候 它旁邊必須要有血管 讓它有長大的機會 癌細胞跟血管一接觸的時候 癌細胞就有可能從血管跑出來 這是為什麼我們的癌細胞會轉移的原因 血型性轉移就是這樣來的 血裡面看到癌細胞 其實已經很久了 我們怎麼想也想不通 它已經超過100年了 以前那個100年前就有人發現 乳癌還是肺癌的病人 血裡面偶爾就可以看到那個長得很奇怪的細胞 可是後來因為這個不是很穩定 那這幾年我們發現 現在的偵測的進步 我們又有辦法在幾億個細胞裡面 在你面前走過去 把那個癌細胞抓下來 我們檢查只要抽個無吸吸的血 我們就會看到你有沒有看到癌細胞 第二個更厲害的微量監測是 血裡面癌細胞死掉以後掉下來那些DNA 我們在血裡面看得到 所以我們在血裡面可以看到 這個DNA是不是癌細胞的DNA 還沒完 因為剛剛的DNA我們可以去分析 你到底對哪些藥治療比較有效果 由於是標靶治療 所以我抽血可以得到的資訊 就比以前還多 這個就叫液態切片 那這是個新的技術 到底可以用在哪裡 那第一個用的就是 因為到目前這個技術還沒有為廣泛 費用比較高 所以在美國在哪裡都是一樣 最常用的人是誰 我標準的治療失敗以後 我想尋求新的機會 我不想上以前來試試看 譬如一個60歲的一個女性的病人 她去年年初因為大腸直腸還開刀 第三期 她好不容易把六次的化學治療做完 隔一個月 醫生跟她說 她的副作用都還沒有解除 跟她講就要接下去再做新的治療 她就跑來 我們給她用抽血 發現血裡面給我們很多新的資訊 跟她講 除了以前的習慣 復發這樣化學治療 你事實上有別的治療選擇 我們就給她這個新的治療 結果過了幾個月 肚子的東西幾乎完全消掉 她是因為有腹腔的散氣 後來不得已去開刀 開下來 肚子以前懷疑那一顆一顆的腫瘤 已經都變成結巴 所以 一個血液很簡單的檢查 可以幫我們 讓病人有更多的選擇 更重要的是 另一種方式是 如果你在治療 要知道有沒有效果 我們以前就是 照健保規定 你就三個月做一次斷層 斷層 然後醫生就跟你講 差不多有兩種 就是跟 兩個都看起來差不多 對 可是如果比原來好一點 那繼續治療有道理 可是如果已經跟你講 你已經比原來差不多壞一點 你會再做好像沒有道理 另外一個乳癌的病人 他有骨頭轉移跟肺轉移 他一來我們抽血裡面 有80個癌細胞 5CC的血有80個癌細胞 一般認為這是高的 我們給他用了化學藥物治療 標準的 就是第一線都用標準的治療 治療過兩個月以後 理論上 當你的血中癌細胞增加 你身體的癌細胞也上 我們就給他換個藥 換個藥以後 癌細胞的血中80幾個 現在只掉了只剩4顆 另外傳統的那個癌子數 也回復到正常 所以現在很簡單的檢查 我們可以利用它來監測 看看我們的治療到底是往好的 還是壞的方向 所以液態切片 我可預測 在未來幾年 可以取代大部分 我們現在有的傳統切片 而且還可以做到 更多的東西 那就靠抽血就可以解除了 只要抽血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 統計協又厲害 一直 我就講英文 但是我剛剛 就是說用大數據 然後用CAPP 還有那個 幾千萬裡面 可以撈那個不正常出來 現在真的 更精準 我都讚嘆說我們台灣 不是台灣 世界上的醫療 我以為我們 讚嘆師父感應師 是啊…就是 觀眾朋友聽得 你可不可以更放心 對 我都害怕了 我是專門做 小孩子的血液種 那 所以剛剛聽到那個 婉玲 13 我聽起來這個 可能跟大人常見的 卵巢癌可能不太一樣 對 聽起來可能是 小孩子比較常見的 這種生殖細胞瘤 對 而且我想應該是 很可能只是良性的 一些雞胎瘤 所以當初大概 開完刀 定結最終 應該就沒有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相信 你現在身體應該是很健康 很好 所以不好意思 你說他重大傷病發錯了 沒有… 重大是重大傷病 他考慈自己這樣寫 重大傷病 五年過了 你別回覆就沒有了 所以應該就不會再復發 對… 你說你來上 可以跟醫師交流一下 不然你說你要確保 他說 十年到底還會不會 你今天聽得是不是放心 對啊 對… 有了十五年還復發 對… 而且我才剛臨 我才剛臨 要聽兒童寫一種牛歌 對… 發病的時候是小孩子 對… 通常我們大概十年 沒有再復發 大概會說應該是痊癒的 那像我們小兒科裡面 最常見的癌症就是 俗稱血癌的這種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那在過去 我們大概就是做化學治療 然後抽骨髓 然後在顯微鏡底下 醫師在那邊 一顆細胞一顆細胞慢慢算 那這種方法 大概你覺得說 這裡面殘餘的血癌的細胞 低於百分之五 我們就覺得不錯了 不過這種方法很不可靠 有的可能治療之後又復發 但現在有新的技術 像我們可以直接偵測 這個循環裡面的這個 腫瘤細胞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只要靠 大概兩CC左右的血液 或者是那個骨髓 藉由這個像流氏細胞 或者是一些分子生物學的方法 我們可以偵測到萬分之一 甚至到十萬分之一 可以達到這個靈敏度 那用這種方法 我們就可以在 小朋友開始治療的早期 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決定說 他治療反應好不好 所以我可以在 他例如說治療開始第一個月 我就可以決定說 他這個治療夠不夠好 那他是不是維持這種 治療方法就好 還是他就要開始先加強 甚至他有沒有要加上標靶藥物 或者是他要早一點接受骨髓移植 OK 所以在這種 我們就可以很早期 就決定這些事情 那在過去 你可能治療個兩三年之後 這個時候才知道說要來加強 常常會來不及 像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我一個小朋友 他急性領巴心白血病 他在開始治療之後 我們大概兩個禮拜做一次 然後第四個禮拜又做一次 雖然他看起來好像抽血 血球好像恢復正常 但是藉由這種新的方式 我們在治療的頭一個月 我們就發現 其實他那個血液裡面 都還是 所以我們很早就決定說 你這個靠傳統化學治療 可能不行 所以早一點做骨髓移植 那骨髓移植做完之後 就偵測不到他的癌細胞了 所以他後面也都不需要 再做化學治療 目前就是追蹤就好 對 所以進步很多 就像剛剛教授講的 像精準醫療 其實小孩子很小 我們除了要把他病治好以外 我們希望他副作用很少 而且他十年二十年以後 我們希望他沒有什麼後遺症 而且是一個健康的小孩 所以精準醫療 就可以給我們一個 很好的一個治療方式 可是骨髓移植 不是一定成功的 對不對 對 也有失敗的 就是不適應最後病房 對 對不對 所以不是一開始就要做 有的對藥物反應很好的話 他不用急著做 是 像我呢 是因為我平常以前 不喜歡去做健康檢查 因為我怕健康檢查 一檢查出來 很多人像你這種心態 對 然後要做一大 對 檢查 那我到了四十五歲 因為台灣反正醫療 有什麼乳房的那個 就免費的 然後還有子宮頸 然後現在還有大腸嘛 對 後來我就乖乖地照做 然後每次都是OK OK 有一次我到醫院去做 然後醫生就說 有一種是血液的 抽血就可以知道你有沒有癌症 可是那個要自費的 我說 有這麼科技喔 我說好 就抽 結果出來是完美 很好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台灣醫療很好 那在前一年多前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專門到一個 就是一個像是醫療團隊研發 他就說有一個叫 我說什麼叫基因檢測 聽起來很抽象 結果他就跟我講說 你也不用來診所 他就會給你一個 像那個棒子一樣 你就那個 口腔 口腔這樣 對 就口腔喔 就也不用抽血 就在兩旁這樣 吐吐耶 就插進去 然後寄給他快遞 我說那這樣不會變 他說不會 結果他說大概要等到十天 或者半個月 才會告訴我 我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說好 我就等了 我就一直很急 說怎麼可能 對 後來結果 十天 十五天以後 真的去 他就寄來給我 結果超準的 他就一個像那個本子 就告訴我 我有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我平常 都有在看一些慢性病 像我家族就有心臟病 他就說我心血管這一方面 叫我一定要注意 然後我有甲狀腺低下 他也測得出來 就口水耶 他就說甲狀腺這一塊 也要淋巴也要注意 然後還有講到我 有糖尿病 可能將來會有糖尿病 或有復科 我就心裡想 這太準了 然後之後我朋友跟我講說 你可以再去做什麼 他說基因也是 就用口水這樣 不用再抽血 我就想 不錯 台灣醫療 真的了不起 因為這太熱了 對 真的算命 找這麼醫師 療命都沒了 來看一下 直指治療 帶來蘋果老 抗癌不傷正常的細胞 我想直指治療 是兩年前左右 在靈孔腸根第一次引進的技術 那它是真的 就是因為它的物理特性 它會到某個深度 就不會再繼續傷害正常組織 所以它是滿好的一個 一個治療的設備 那譬如說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對 得到鼻咽癌 那如果各位 想像一下 20年前治療鼻咽癌的病人 他幾乎就是 耳朵聽不到 沒有口水 嘴巴張不開 整個猴子 脖子整個腺圓化 在治療中 會非常非常難過 他需要放鼻胃管 那我這位病人就是 他去搜尋一個治療說 他不願意治療以後 變成會人 就我們剛剛講說 生活品質滿重要的 那他一些時候就找到說 有個知子治療 或許可以讓他 鋪中會非常少 他讓那個 但是知子治療真的滿貴的 因為他全程都要全部支揮 到50到100萬左右 然後鼻咽癌 大概要80萬 對 對他來說真的滿大負擔的 不過他有一個很好的老闆 他老闆就說沒有關係 當然我支持你去這樣的治療 我把這筆錢先借給你 你再分期付款還給我 對 那個病人就這樣子 因為他是第二期的治療 他有同時做放射線治療 就自治療 加化學治療 那他全程是還可以上班 就是早上到醫院做治療 做化療 做放療 那下午就回去上班 那因為軟體工人士 他就上下午班 往上班這樣子 他全程都可以吃乾飯 然後可以全程上班 那他唯一在這兩個月療程裡面 只有一個禮拜是請假的 是因為那個禮拜 他們公司裡面有很多人 流行感冒 感冒 老闆就跟他說 因為你現在在做化療 底下比較差 你在家裡休息 不要來上班 不然他還是可以去上班 對 所以故事都不一樣 像我現在就跟我的學生說 如果你治療鼻炎 治療要病人要放鼻味管 或是病人沒辦法工作的 那你不算是及格 對 就是標準會不一樣 情況會不一樣 那因為剛剛我們講了 很多很多乳癌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 乳癌的狀況 像如果乳癌的病人 如果你很小 你不一定要把整個乳網切掉 因為切一小部分 就是部門切住 那或者是你的乳網 和末期 有四個禮拜來轉移的 這些病人都要做放射線治療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 應該在螢幕的右手邊 對 那這就是傳統的放射線治療 你治療乳癌 那因為如果像左邊的心臟 像如果崔小姐那種 心臟比較不好 或者說構造 它貼著很胸臂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光線治療 治療乳癌了 但是它也一樣 會造成心臟病變的 就隨著你活的時間越久 機會就越高 對 就像我們以前的護作用一樣 大概這樣 那現在的治治治療 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它的物理特性 它又到某個時刻 會避掉了心臟 對 它就會到胸臂就停止了 所以它對心臟跟血管 就灌斷脈 完全沒有傷害 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那這個是個技術的進步 甚至我們是台灣技術 在亞洲方面去到中華地區 是第一家有這樣的設備 算是滿幸福的 要透過這種節目去先到 所以你看到沒有 真的讚嘆力 讚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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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回到台灣 真的好好珍惜 因為我們有子子治療 所以大概有很多 香港 大陸牧民來 東南亞來的 那我真的有個病人 就是他就是 像這樣 他就是所謂的乳酪A 就是A型的 需要喝爾蒙料的 來台灣領藥 一個月藥 一樣的藥喔 跟香港領的一樣的藥喔 在台灣是 一個月一千塊 然後在 其實台灣真的很幸福 對 他真的真的 你要移民 你就趕快移民吧 你光到哪裡去的醫療 根本不會像台灣一樣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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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 抗癌心曙光 癌症免疫療法 醫療法是針對那種 最末期的癌末的病人 然後呢 他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甚至癌末的病人 平均的效果可以達到 百分之二十到六十的病人 不錯 那這個東西呢 大概從七年前開始 科學家們開始發現呢 癌症細胞是怎麼樣騙過 我們的免疫系統 他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的免疫細胞都會檢查 每一個癌細胞上面有沒有 如果有良民症 好 自己人我就不殺你 可是呢 癌細胞很聰明 偽造 所以自己偽造呢 有時候還不只做一張而已 他有時候還做個 良民症 護照 還有什麼國民身分證 什麼都有 所以你就不會打他 然後呢 我們現在發現了說 原來有一種藥 我們可以讓他露現 腺炎型 對 那這個打進去以後呢 我們就是調教 我們的身體的免疫細胞 好像我們調教那些菁犬 讓他聞到血 你就知道壞人的味道是什麼樣 然後他就會去追 他開始會去追劣這些癌細胞 而且這個免疫細胞呢 打了這個藥以後呢 他會像警犬一樣大聲叫 叫是幹嘛呢 開始繞全身的免疫細胞 開始過來殺人 然後呢 開始來砍的時候呢 這個免疫細胞 就很快就把癌細胞 跑到全身的都殺掉 所以現在厲害是厲害的 你只要殺一部分的癌細胞 讓它漸血 像我跟東傑兄做的就是 讓一部分的癌細胞 把它用放著去把它打爛 只要一點點漸血以後 再打這種免疫的刺勁劑 就是CAPCOIN 所謂的煞車基因 把它停止煞車 它就會認得它的偽裝 再來就會追上 像我一個病人 他的肝癌已經默契 轉到全身 骨頭 肺 到處都有 都不能站 那個骨頭都垮了 可是呢 然後呢 痛的地方不痛了 可以走 所以像這種細胞 這種其實相對來講 你打三針就知道有沒有效 你要不要再砸錢呢 就再考慮了 所以其實那個東西 並沒有像想像中的 耗費那麼多 是 越來越拼 我們都是講認命 也不要做檢查 該丟臉就丟臉 都說這些自我安慰的話 其實要勇敢地面對它 是 你看今天聽完是不是放心多了 是 醫療其實越來越清楚 對不對 有時候生病不要怨天 有人就覺得老天爺為什麼給我 也許是一種啟發器 當然我們要祝大家永遠健康的 但是如果真的一旦 這個疾病我們難控制 對抗疾病的方式更精準 生病是更應該勇敢面對 及早治療 對台灣的未來醫療 更抱得很希望更感恩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辣 今天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醫療設備不斷進步 今天好辣醫師團們 就要來告訴大家 在生病時 有哪些超強幫手 能幫你消滅頑強疾病呢 三位藝人 又有哪些頑強顧疾呢 其實現在醫療的 越來越進步了 而且漸漸發展出 越來越多治療的方法 幫助很多人 今天要告訴大家 醫療上還有哪些 能救你一命的幫手 我們看看 這些幫助出馬 麻煩疾病也會變乖 這兩根大家猜什麼 因為我是腎臟科技 大家一定以為 這是人工腎臟 都會犧牲 沒有這麼low 我這帶來是更高階的 這個是我們講說 這一根小根的 是先把你的血 我們血液經過這一根之後 它會分成一個紅色的跟一個黃色的 紅色就是那些紅雪球 白雪球 雪小板 另外黃色就是雪漿 以前雪漿就是說 我把雪漿就拋掉了 你的膽固醇絲就拋掉了 你免疫複合體就拋掉了 然後再補別人的雪漿進去 那叫換雪的概念 可是這樣的確是一個輸血 很危險 所以現在就用這一根 這一根就過濾 它沒有全部都拋掉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有用的 我們把某一些孔徑 就是把一些不要的東西拋掉 但大部分還是可以回到身體裡面去 那我們再補一些白蛋白 那白蛋白就比較乾淨 就不會有這種感染的風險 那這一類 其實這種都叫做血液進化 血液進化包括 我們洗腎 洗血 洗血有洗血脂肪 洗免疫複合體 還可以洗掉很多 那我就舉例 這個可以運用在哪一些範圍 那譬如說我曾經有一個台商 他的哥哥跟爸爸都是中風死掉 那為什麼 他是那種家族性的 我家就是 對 很多一般 我有高血脂 一般的膽固醇大概200以下 我們講說 生酸膏痕大概200左右 可是一般食物造成的 大概就是300 500 可是他們都是 那2000那種就是學 你放在那邊很快就是 感覺好柔 隨時都有中風 心肌梗塞的危險 後來他就是經過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移除掉多少 譬如說他1000 做了兩個多小時 他也可以移除掉 700 剩下300多 很快 那效果非常強 好厲害 可是可能很快慢慢又 因為他塞太高了 又再回復 所以他變成一個禮拜洗三次 把他先洗了一段 把他整個濃度給洗下來 然後再靠藥物去維持 那一般人 一般人有危險 那一般人事實上 我們講說假設 生保養的可以嗎 很多 很多就是說那種300 500的 他又不願意吃藥 很多像現在過年完之後 很多台商大魚大肉 他每一年他們都會體檢 好 體檢出來 三酸膏子高 膽固醇膏怎麼辦 他們就會去自費去做這種 血液淨化這種方式 另外我再補一個 其實比較常見的一個 在洗這個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年輕女孩子 紅瓣性郎昌 她大部分的時間都還好 可是疾病活化的時候 是很危險的 她那時候剛就結婚 然後去香港做蜜月旅行 太累了 回來之後就整個活性起來 活性起來除了關節疼痛 人很累之外 她得到一個叫急性肺出血 那個非常危險 我們以前都打脈衝治療 用大量的肋固醇去壓她 然後壓還是不行的 我們後來就用這種洗血的方式 把她的免疫複合體給洗掉 洗掉之後 她進加護病毒的時候是插管 洗了幾次之後 整個活性下來不久就拔管了 這個也是救了她一條命 事實上我們可以洗的東西 還有千奇百怪 比如說有一些巴拉掛中毒 大家有沒有聽過 以前有一種農藥 我們這一根就給它換成什麼 換成活性碳 裡面活性碳就可以 血液經過之後 就把活性碳給吸附走了 所以這是一個 血液進化的一個科技 可是會不會洗 都變成一個習慣性 這個洗當然要小心 還是有很多的一些後遺症 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血液被拉出來 經過的機器這樣轉啊轉啊磨啊磨啊 把它磨破血球 血漿磨破感染或空氣 這個事實上都有一些風險 我覺得醫療的東西都是這樣 該用再用 該用它就是 它是一個兩面刃 比如說你去開刀 其實沒事也不要開刀 開刀一定會傷到有一些 比如說腸子沾黏啊什麼的 可是我們只能說兩害取其心 經過醫師判斷 覺得說洗血這個東西是救你命的 當然就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治療 其實健保也有幾副這樣的像 很多那個我剛剛講風濕免疫科的疾病 還有一些神經內科也洗很多 很像無導症 莫名其妙的他就會不自主的神經 他洗這個效果也還不錯 真的耶 對 所以有一些是 還是有健保給付的 無導症 因為剛剛你們講 安妮說你家裡是什麼 高血症 高危險 就是像我那麼 我之前看起來也還好 有沒有胖到哪裡去 可是我高血症醫生有吃藥 我後來是用強制就是飲食控制 可是很痛苦 就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那我確實是我爸 我媽媽那邊外婆 然後全部都是三高患者 就舅舅阿姨全部都是 對 其實大部分的那個 我們講說真正診斷那種 這個叫做真的是有遺傳的因子 可能你代謝脂肪跟那個 三酸高質 膽固醇那個稍微比較差一些 對 但是我們真的家族性高血症那一種 都是高到 非常高 對 非常高那一種 那一種是他身體一個代謝的激轉壞掉 他可能沒吃什麼東西都可以高到非常高 那一類經常是死於 對 我飲食控制之後就這樣下來了 就比較好 所以只要是三百五百 還可以靠自己要運動 食物 對 剛剛講是一千多 對 那是真的是 一定要靠這個去治療 對 神經內科有些疾病也需要 洗這些所謂的血架裡面 一些複合蛋白 那我們最常見的一個疾病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重症肌無力之所以叫重症 我們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需要有力的時候 它需要神經去刺激那個肌肉 然後它釋放一個叫 那肌肉才會收縮 才會有力量 可是如果說我們身體 免疫系統混亂的時候 它會導致它那個 以膝膽檢它沒辦法 跟肌肉做很好的結合 所以導致肌肉會沒辦法收縮 會沒力 那這種叫重症肌無力 一般來講 重症肌無力大部分的症狀 通常可能是譬如說 比較輕微就是眼睛會掉下來 或是說 它有時候眼睛看動 現在轉動會出現問題 會出現複絲會兩個影子 這叫眼睛型的重症肌肉力 那重症肌肉力之所以叫重症 是其實它有時候 比較嚴重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什麼 它可能會沒辦法吞咽 甚至沒辦法呼吸 最後就呼吸摔緊 那我之前就一個阿嬤就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典型的重症肌肉力 而且是非常嚴重的一個案例 它一般重症肌肉 如果輕微的話 其實靠吃藥 其實很多可以控制得很好 但是它就是靠吃藥沒有用 它甚至連手術的吃藥都沒有效 它只要過一段時間 它就會開始 手腳都開始沒力 然後開始呼吸 就開始喘 它因為已經久病 乘涼醫 它其實每次都知道 它什麼時候快要不行 雖然每次快要不行 它趕快跑到急診 然後跟急診醫師說 我要住院 然後我要趕快 趕快做血漿自換術這樣子 它大概 插完之後馬上 就幫它打上那個血管 然後趕快做洗血的動作這樣子 它只要每次洗 大概兩三天 洗完之後 它就慢慢就好 就可以出院 所以它每次都是因為這樣子住院 還好是有這種選漿分離的技術 所以它才可以延續它的生命 不然它早就掛了 這是現在目前的技術 另外我們神經科還有一種 就是我們在常講巴金森氏症 巴金森氏症 大家知道說 它其實比較常見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它 動作會緩慢 走力會不穩 全身會僵硬 然後還有會手抖 這種病人一般來講 我們剛開始 我們通常會用一些藥物治療 其實大部分效果都還不錯 不過隨著疾病的進展 越來越後面的疾病 它開始藥效可能不好 或是會有一些藥物的附作 會出現所謂叫 第一個叫異動症 異動症就是它會一直亂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米糕福克斯 回到未來一個年前 它就是 你看他講話就是 一直沒辦法靜止 就一直在動 那個就是異動症 就巴金森氏到後面有 因為藥物的附作 還有疾病的進展 會有異動症 另外巴金森氏症 它還有一個症狀叫做 就是說它如果說 它吃藥效果很好的時候 它走路可以走得很好 可是如果突然藥效失效的時候 你想想會怎樣 突然走不進去 它會突然就停掉 然後整個就跌倒 所以它會開根關 所以巴金森後期也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常常造成病人跌倒 骨折危險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病人 一般來講 如果說藥治療效果已經出現 這樣子沒有很理想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叫 它就是在我們的腦部 我們講四丘下合 四丘下合在這個地方 或是說四丘外面有一個叫 蒼白球的地方 這個兩個地方 它是負責掌管我們 運動的一些一個區域 所以說這些地方 因為它在電流不穩定 會產生所謂運動障礙 所以產生巴金森 事證這種 站頭這些問題 所以說當如果出現這樣子的話 醫生可以做個開服的手術 然後在這兩個地方 放一個電擊器在那邊 電擊做調整電流動作 它只要做完調整電流動作 病人就像 就真的很像機器人 你知道嗎 你只要把那個導擊開了 它就開始可以開走路 然後就把它關了 然後就 然後就停在那邊僵硬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還好有這樣的技術 所以說巴金森後期的病人 因為這樣的技術 可以得到他們 該有的生活品質 而不會因為藥物沒效 然後導致他們生活的品質下降 可是很多老人家 他也不是巴金森 他手會抖 其實手抖有很多原因 手抖當然我們這樣講 巴金森是症 其實都所謂 就是放著的時候他就開始抖 可是舉起來的時候 或是拿東西的時候他其實還好 初期是這樣子 那其實很多人是所謂的 他其實通常就是 放鬆的時候其實還好 可是他只要稍微舉起手 他就開始抖 或是拿筆啊 拿湯匙的時候他還抖 這個其實是病人這種 我看滿多老阿嬤 他是腦袋很緊 可是他手都不自作會這樣 對 那個比較像巴金森 就是大拇指好像在數鈔票 我們要講他在數鈔票 可是那腦袋還是很清楚 常常大概會把巴金森試症 跟阿茲海默症搞混 巴金森是動作障 他初期是認知功能是正常 他只是動作障礙 他會在那邊數鈔票 對 那可是當然巴金森到後期 可能也是會有一些失智的症狀 然後不過他跟阿茲海默症 還是不太一樣 是 一直以來 其實我們雖然是已經 從當兵認識到現在 40多年的朋友 但是我這個政戰是 這20年的事情 其實也滿久的了 就是手抖的時候 我也有去看 腦神經內科 可是我那個時候 都完全查不出來 我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的手抖 一般來講的話 因為我個性 比較豪邁的關係 然後就是有一些交際應酬 被很多人誤會 我是酒精重組 剛才講酒精重組 那像我們 我跟瓜哥 我們是陸戰隊退伍 然後到了9月18號 我們今年那個什麼 什麼對慶的時候 對慶 我也沒有去 因為我實在是不想 我會有一種 社交恐懼症 就是只要一到人多的地方 我手一開始抖起來的時候 那人家就想說 這個阿坤以前酒喝得那麼兇 那他的歷史酒不重 我百口莫辯 因為我明明沒有 真的 有一次剛好那個報紙有報導過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是帕金森 是 因為我父親是帕金森 跟阿茲海默 然後到最後他六年前的時候 他就盟主就重招了 那我自己到了這個年紀 心裡就想說 可能也就是 所謂的家族性的遺傳這種 那我大概自己以為是帕金森 然後也就做好了準備 那就是我想大概就是 我的路大概就會跟我父親一樣這樣子 那結果那個有一個彰化那邊的一個 秀傳醫院他們就打電話說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因為我們今年2017年 才剛剛引進這個機器 它是專門針對一個叫做 那我那個時候才第一次聽到 這個所謂的叫做原發性政戰 然後我就經過了一連串的檢驗 然後去確診我是原發性政戰 然後我想那既然現在已經有這個手術 有這個技術可以去治了 我就兩多月以前我就去做這個手術這樣 恢復很快喔 很成功了 我算是那個老天爺對我滿好的 對 剛好碰到有這個機器 我補充一下 縱婚大哥這個原發性政戰 其實跟喝酒沒有關係 其實原發性政戰 喝一點酒 抖會比較好一點 對 就是 你就是可以鼓勵人家喝酒 不是 因為他好像也就是對於那個 老的神經上面的一點 緩和作用 他會有稍微一些緩和作用 對 但是因為原發性政戰這個問題 其實大部分其實真的跟遺傳 就是他其實原因到現在還不是很明白 但是離去好像是有點家族遺傳 那其實他比例大概10分 這60歲以上 10個人1個人有原發性政戰 很多人都很輕微 有些人就是我會抖 可是他不會影響到生活功能 但是有些人的確抖到很厲害 連拿筷子 湯匙 這真的就會覺得 在社交上會真的像中文拿會 他又是公眾人物 又是帥的一個帥哥 拍戲怎麼那麼低 對手是一直在抖 對 然後我唱歌的時候 我拿起麥克風來 如果我用右手拿的話 我會一直很像江慧一樣在唱歌 唱這樣 這麼厲害 有 對 因為這種有時候藥物治療效果 有時候有限 大概一半的人都沒什麼效 所以變成他們抖了 有時候藥物又有副作用 所以的確像中文大哥 這次接受這個技術 其實就是類似像海浮刀 它是這種超音波 高能量聚焦的超音波 它透過核磁共振去定位 一樣它在定位的位置 其實它定位 像中文大哥 它就定位 就在一個叫四丘的地方 四丘 四丘下面有一個小小地方 它是在一個核 就專門在負責這種抖的 它一個叫做 小腦四丘路徑 小腦四丘路徑 它小腦在這邊四丘路徑 四丘有一點像是轉技站 它可以連接所有 腦部的所有的功能 它會轉 在這個中技站 這個地方交換訊息 所以說它這個地方 因為跟小腦這個地方是有接觸 所以它會跟那個抖有關係 所以它做中文大哥做這個 就是既有超音波 它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它是 用開腦 那它怎麼進去呢 它就用超音波 超音波 聚焦 然後它用電腦斷成 要定位得非常的精準 因為那個核的地方非常小 可以用核實控制 對 用核實控制 就用Functional MRI 那可是應該它要做的時候 要清醒的 然後會清 所以是清醒的 然後它動的時候 那個地方會亮 就是影像會有變化 是 可不可以痛嗎 做Functional MRI是不會痛 可是在燒的時候會痛 對 當然 不過還好 我因為在戲劇上面 我常常演那個黑色味的 所以我常常 所以你們要告訴自己不痛 對 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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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 以前志村演那個 那是真的嗎 揚揚 對啊 那個在燒焦的那個過程裡面 說真的是 有點像是那個孫悟空 他被念那個 金箍咒一樣 金箍咒一樣 真的 這張照片是 你是做這種手術的 對 我剛剛插完手術 太逗了吧 所以我在想說你怎麼 腦部手術做完 還可以這樣 我老公根本是動 那不能動 所以你是沒有嗎 頭也要替光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要定 四根釘子 然後要定一個頭架 對 讓我的頭非常非常的固定 不能動 這樣子 就很像心臟那個 也是有電燒這樣子 毀度把它電燒燒掉這樣 我動的那個燒焦的手術 其實我的那個腦 腦外的醫生有解釋給我聽 其實我的那個燒焦手術 它並不是去治療它 它只是去解除了我這個手抖的現象 那我這個原發性 真正到底它是什麼 原因引起的 也不知道 或者是怎麼去治療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它好像就是說 一個保全系統裡面 它只是把那個神經 by pass 掉了 就是它亂放電的點 對 把它殺掉 把它殺掉 對啊 我今年就也是剛做完那個 心臟的那個電燒手術 然後因為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有發現 我那時候還在醫院工作 因為真的長期壓力太大 輪夜班就很累 然後就 其實就有發現說是 心臟半膜脫垂 然後當然也沒有其他問題 就吃了藥 然後再排個白班 生活作息正常之後就好了 然後最近就發生這一個 是因為我也是覺得累 然後莫名的就覺得好累 他一直跟我們那一運動 兩三個小時你知道嗎 我還跟他們一起運動 運動到最後怎麼 女老師怎麼不見了 對啊 動一動我就坐在旁邊 然後就睡著了 你知道我老東還繼續做重訓 他說羅美玲 怎麼睡著了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好累喔 然後那陣子 又覺得有點胸悶心悸 然後想說我要不要再去檢查一下 因為其實中間 我後來有再追蹤四年 那沒問題 我就覺得沒事了嘛 那後來想說 那我還是再回去檢查好了 結果一檢查出來 就不是會量血壓嗎 那我血壓本來就偏低 然後脈搏那時候只有 跳三十六下 這裡這個會很長瘦 因為金魚才跳十二下 對啊 我跟我說 你應該是超馬選手吧 只跳三十六下 三十六一定 長命百歲的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 反正就做檢查 醫生就 當然第一次去 他就先做一些 比較基本的檢查 比如說心電圖 他說真的有亂跳 那可是至於為什麼亂跳 你還是要做 就是更進一步的 反正就每次就是 這個禮拜去就做這個 然後就排下個禮拜 再去做這個檢查 等於經過一個月的時間吧 然後到做手術 然後那時候 我就也是照正常去運動 運動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 我們健身房的教練講說 我也覺得很奇怪 只有三十六下 他說 然後我就說 你就不能講好聽一點的話 給我聽嗎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講說 因為那個教練他五十幾 所以他也是做過那個 就是那個叫心導館 但是他是因為 好像快中風吧 然後他是去做支架 裝支架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這個故事 他說不行不行 我才三十幾歲 小孩才兩歲 不可以不可以 我一定要去做檢查 就有一天 就是要背那個 24小時的Hotel 然後背完之後 回去看報告 他說要快喔 羅小姐 你都不會不舒服 你都不會覺得快要暈倒嗎 你時不時都是跳一百多下 你的那個 心跳的那個速率 已經是一般人的五倍 天啊 可是他為什麼量出來 只有三十六下 他說沒有啊 因為正常來說 你那個就是機器測到是 你每一次 就每一分鐘跳都是一百多下 心跳真的太快的時候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機器量測出來 是不準的 所以這時候你自己 其實要摸一下你的脈搏 有些人他就是心臟多一條電路 我們稱之為 心勢上心勃過速 正發性心勢上心勃過速 心勃過速 他是偶爾發作的 對 那如果你發作的時候 沒有剛好去給醫生檢查到 那你可能體檢的時候 可能都是正常 就檢查不出來 對那或者是說有些人 他就是發作的時候 剛好很幸運的被醫生抓到 或是被送到急診室去打藥啊 然後甚至嚴重的話 可能還要奠機 其實像這種病例喔 大概一千個裡面 大概就有兩到三個 這這 對那像 每人在做電子操作 我剛剛在前面 我們剛好在那邊聊 然後重點也是 他說醫生跟我說 你大概就是整個療程 需要三個小時 蛤 要這麼久 三個小時 不是燒一燒就好了嗎 他說不是因為 我們還要做那個電腦繪圖 然後看你跳的 不正常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再針對那個地方 就是做燒左的手術 那他就說因為就是你 就是不正常的 就是那個電路有點秀斗 就亂跳這樣 然後就是一進去就是 他就是菊麻 就是在你的股東麥這邊 做菊部麻醉 然後就是整個過程 三個小時裡面 我都是完全清醒的 是 然後痛的感覺就跟 兔子哥講的一樣 你是痛在這邊 我是覺得它是熱熱 然後又很燙 我一直跟醫生說 不行 很痛 他就說不會了 不會痛 我說廢話 痛的是我 又不是你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休息 然後醫生才跟我說 那有鎮定劑 你要不要打 我說好啊 那可能會比較 不會不舒服嘛 然後我說好吧 那就打吧 然後他準備四個劑量嘛 然後打了兩個劑量進去 我剛開始也只覺得昏昏的 好像很想睡 但是後來我又清醒了 就一直跟醫生聊天 聊一聊 我又清醒 我說沒有啊 醫生不對啊 我如果說想睡 但是我做 他不會比較不痛啊 他說對啊 他說幹嘛打 那就不用打了 那還是 那我還是咬著牙 就是很忍耐的 撐過那三個小時 有些真的很緊張的患者 我們會打一點點鎮定劑 讓他休息一下 其實我不緊張耶 可是我那個時候 他反而怕我不緊張 因為他說 你如果不緊張的話 他就不會亂跳 但我一直都在亂跳 所以沒有這個困擾 可是因為我燒酌的時候 雖然很痛喔 那我後來燒酌完了 我說這個真的很痛 但是呢 那個他們醫生告訴我說 這個疼痛的指數 如果跟女人家生小孩 比起來的話 那根本會不足道 所以你又生過幾個小孩 四個孩子 一個 一個 可是你就 就第一次著實的感覺 什麼叫做心痛的感覺 就是熱熱燙燙 然後也因為 我就是分享了 這一個病例照的臉書上面 就有好多的 就是有跟我一樣問題的 女性朋友 然後都來就是網路上問我 我去哪裡做啊 然後什麼過程 我甚至有知道一個 他他真的很嚴重 我想說他不是 有說他要去追蹤嗎 然後結果追蹤之後 就好久就沒看到他 結果他跟我說他做完之後 大清雪 進了家戶病房 還住了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覺得自己在鬼門關前 走了一會兒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我真的算滿幸運的 其實像這種心率不整 它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那我們剛剛講就是 心跳很快的 一般來講多一條電路這種 像我這邊圖示的 是比較好處理的 我們會放幾個管子 一個到心房 一個到心室 然後一個到這個冠中豆 然後一個在這個稀釋樹 就是說 我們會去做一些 立體的定位 然後看這個多的電路在哪邊 有可能在右邊在左邊 然後去測試那個電路激活的地方 就是看他哪個在亂放電 一般所謂的 剛剛講的正發性心思上 輕薄過數的話 用大概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兩到三個小時 大概就可以把它處理掉 就是 就把多的那一條 大部分人都多一條 但是我們也有處理過 多兩三條的 那就是我們就找到 就可以把它處理掉 之前就有遇到一個 像就是 他是籃球校隊 現在18歲而已 然後他就是打籃球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突然昏倒了 然後被送到急診室去 然後就是 那當下當然 對 血都打不出去 那趕快就是要打藥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 來做這個心臟電燒做手術之後 那把多的那條電路燒掉 它就完全回復 藥也不用吃 就是說像這種 天生的電路 它在心臟發育的過程當中 它不見得 那麼快就發育成熟 我常常比喻就是 好像高速公路一樣 當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遇到這個 就是省道 我們會遇到 紅綠燈 我們可能會 就是看到紅燈要停 我們心跳一樣 它就有一個節律點 那中間會有 會有一個停頓的 然後 傳到行駛 你的心臟也收縮 才完成一個心跳 但是如果是開高速公路 你沒有時速限制 你就一路暢行無阻這樣子 那我們多的那條電路 就有點類似這個樣子 多的電路通常 它在心臟發育的過程當中 大概在 青少年時期 慢慢發育成熟之後 這個電路就會成熟了 但是在偶發的狀況之下 比如說 有時候這個電路突然被激活了 突然被找到了 它就走過 它就會認著這條路 它覺得這條路很好走 可是它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它不見得 一天到晚去走這條電路 可是在年紀越大之後 這條電路 它走得越熟悉 它就越會喜歡走這條電路 就會越常發作 除了燒焯以外 還有一種比較新的 是所謂的 就是燒焯就是用高溫把這個細胞 把它燒死 然後冷凍的話 低溫 就是用低溫的療法 都是破壞 對 都是破壞 破壞性 沒錯 就是讓它細胞不要破壞 我們那個幫社科 除了就是臨床上 除了判讀 就大家知道是判讀以外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像 黃大哥一樣 就是我們也可以跟臨床結合 去做一些治療 就是治療中在用影像 然後其實我們科也有自己在做治療的部分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針對 比較普遍就是 動脈瘤 我們可以用白金線圈 它的做法也是 就剛剛像美玲講的一樣 它就是血管攝影 我們只要再重複補溝 對 鼠溪部複補溝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針孔大的傷口 然後放管子 到爐內的動脈瘤的位置 它就像這樣子 纏起來了 對 把它纏起來 沒有 它就是把它像棉線塞在裡面一樣 它就經過這個血管 然後管子一直伸到這個動脈瘤的位置 然後把線圈放進去 然後由大到小 然後就是看這個動脈瘤大小多少 就塞幾顆這樣子 然後塞完之後這裡就會 慢慢這裡就會沒有血液流動 這慢慢脾障起來 它就可以把動脈瘤跟血管隔離開來 它不會脫落對不對 它也是有脫落的風險 就是要把它放好 最好全部整個都放在裡面 不是 我說那個瘤不會最後掉下來 它不會 它只是不會再增生 我們常會遇到就是五十幾歲 然後有高血壓病史的病人 然後可能他臨床就忽然間大頭痛 或是忽然間就昏迷了 我現在就是有這個困擾 到底要不要去做 我先生做啊 我好像去年做 就是一般 通常來到我們 最多還是就是已經有症狀 劇烈頭痛 然後去做電腦斷層就發現 出血 要做到你看有沒有家族史 你有低等親友這種家族史 可能可以做一下 它的風險是什麼 會 破掉 高血壓破掉 它破掉血壓太多 就有症狀 最大就是可能會歪歪 對啊 做這個手術還會這樣 做手術最大的風險 不是 我就做手術最大的風險 最大的風險就是說 就是譬如說它已經破掉了 然後做的過程中 它如果血壓沒有控制 在做的過程中也會 中途也會有破裂的風險 那怎麼破掉 你會戳破它嗎 不會 我們不會戳破它 但是它可能 因為我們在做它可能有一個壓力在 它的血壓是萬聖的 所以我們到底做不做 現在 瓜哥你有 其實做 我們現在錄什麼單元 就是這個問題 對啊 可是因為我先生 還錄什麼下個單元 你已經講清楚 你說它去做手術還會有風險 對 還是會有 就是主要是高風險區 最害怕的就是我們一定會 要先控制它的高血壓 我血壓是正常的 對 那就沒問題 但是因為動脈 可是我不想讓它存在那邊 對 所以趕快去做 你的幾公分了 我們家那時候發現的時候很大 我們都沒有長大 我沒有長大 但是0點多 0.3 很小 很小 那你的孩子 如果真的很小其實可以 還好再看看 不是 我們總有一天會老 怎麼老到一個 抽菸會 抽菸是高的 他說超過0.6要做對不對 對 超過0.6 那個我老公就是這樣 而且我先生是完全沒有症狀 我先生從來不做健檢 因為他又抽菸又喝酒又熬夜 所以他絕對不做健檢 然後去年 去年大概六月的時候 我就去健康檢查 然後我先生就 那一陣子在陪我女兒跑步 然後突然間好像就 比較有一點概念了 他就問我說 那我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我說好 就一起去 我是做就是傳統 就是包括那些 剛剛講的三高 血液 然後還有女性套 那他就是 因為我就說他抽菸 喝酒又這些 我就說那要做肝肺腎這樣 然後 因為他有那個腎結石 然後醫生聽一聽就說 我覺得我比較建議你加做 心血管動脈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他抽菸 所以我建議你加做 腦血管動脈的核磁共振 結果後來做出來那一天 你知道醫生看完 我的眼色非常嚴肅 我們兩個都挖到一個不行了 他就想說 剛好是我們20年的那個 結婚中年 然後他就我想說 該不會要告訴我們 什麼壞消息 就很緊張 然後進去之後 那醫生就跟我說 阿姨你比較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你先生 他說他有一顆很大的 腦血管瘤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 腦血管瘤這個東西 多大 0.6 他就說 我建議你立刻 就是去 就是去大醫院檢查 因為他就是像 不定時炸彈 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 什麼時候會爆 他就說 我跟你講喔 我有病人啊 坐在馬桶上 一用力就爆 然後他有時候說 分蛙盆也會爆 然後我就說醫生 那他可以行房嗎 醫生就說 馬上放 那個太興奮也會爆 我就說 我就說 你去大陸你小心點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越快做越好 那後來那時候呢 但是因為手術要排刀嘛 所以他就跟我們講 大概要排到兩個月後 然後後來我就有問 我就問他說 那不開會怎麼樣 他說有 你也可以做酸塞 就剛剛講的那個方式去做 但是有個缺點 他說因為你們兩個都 就是我現在年輕嘛 就我們還不到50歲 他說還有一點 他說放進去之後 有可能它會更大 未來如果增大 你還是要重新再弄 還有一點 他必須要 對 他就跟我說 你們還年輕 不太建議你這樣做 後來就回家了 你知道嗎 回家都每天很緊張 然後想說要等 就等他通知 結果好死不死 到七八月的時候 我們是六月都檢查出來的 到七月多的時候 沒機颱風來 你知道 然後打電話 陳小姐 我跟你說 現在有病 我們民主取消 因為颱風它不來了 對 他說你們要不要趕快來 就明天開 我們兩個那天晚上 你知道我們 一定不能睡了吧 我先生就把他的電腦 都拿出來 告訴我說 他是打東西 我告訴你 然後晚上就拿了一個電腦 在那邊交代的時候 對 因為其實還滿緊張 對 因為其實還滿緊張 然後再加上 我老公是健康爸爸 他其實很少生病的 然後很少進醫院 然後那天我們真的 就很像生離死別的 很好笑 後來就進去了 其實開到手術 並不是很久 還滿快的 大概三個 我想三個小時 他是開爐喔 對 開爐 我一個人在外面等嘛 然後就很緊張 開完之後不曉得還會不會 因為醫生有說啊 有可能 失語最大了啦 風險 就可能碰到什麼部位 失語 然後有可能 失明 因為他很靠近 他的那顆很靠近士丘 所以他說有可能 會一眼失明 他說但是 他說 通常來講 他說以我的技術 他說你不要太擔心 等他開出來之後 那個護士就跟我說 不錯啦 我問他他老婆是誰 他打得出什麼 你來講錯了 然後我看到他 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問他 他剛開始會有點胡言亂言 不過很快就清醒了 就問他說 你認識我嗎 他可以叫出來 然後就問他 然後他第一件事就說 我想說 其實回家的那個禮拜 他就已經完全正常 然後一個月回去 就是差不多 一個月之後回去回診 然後再做一次 那個叫做先陰檢查 再做一次 然後檢查的時候 那個 我先生就問醫生說 那我現在 可以做些什麼事 可以形成 對 那醫生就問他說 你現在什麼都可以做啦 他說但是一件事 就是不要扯鹽 然後因為香菸會讓 他的腦血管變硬 對 然後他就說就不要扯鹽 所以我老公就把鹽戒掉了 對 然後現在 他為什麼不選擇用這個做 這個零點又可以做 因為 第一就是說這個 每個醫院 就是看醫院 還有他的發展有沒有成熟 因為他其實是要有一個 醫師的訓練 那現在就是 也越來越多 腦神經外科的醫師 有在學這個部分 那以前 之前早期是 放射診斷科的 神經放射科 專科的醫師 而且他們是要致力很久 常常做很多的 血管攝影的檢查 還有這個治療 妳有認識好的醫師嗎 有 妳要來看 馬上可以介紹 我們再聊 這個有恢復期吧 這個沒有恢復期 就是有這個傷口 壓動脈 對 像他這樣開我 都不用工作了 兩個人 就是如果他手術 他們是從頸部這邊 就是夾一個夾子 夾起來 對 它是用鈦金屬夾 夾起來 我們做這個的話 完全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 而且不會 除非只有擔心它破掉 不然其實是完全不會傷到周遭腦部 那如果是手術 就有可能會 就是你要看醫師的技術 那他就是如果傷 就是他剛剛講 怕傷害到其他腦部的構造 因為動到進去嘛 對 妳要告訴他 可以看一下其實 現在開刀 醫師已經不在 這打溫溪嘛 對 就是打溫溪 好像在打電動 對 你看一下 我們醫師操作的地方 是在左下角 對 我知道 有沒有看到 那其實你看那個機器手臂 是在右下方的部分 那你看整個開刀環境 跟傳統不一樣了 以前我們開刀 我們是要站在必能的旁邊 那你看一下 我們整個團隊 幾乎都是坐著開刀了 你看我是在左下角 我也是坐著開刀 有時候看一半 你真的累了藍藥 你可以起來走一走 然後還可以 還可以走一講一下話 然後再坐下來繼續開 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那當西是 新元1500年的 他是一個天才 所以他是一個很聰明的 科學家 也是藝術家 他最早在15世紀 就畫出機器人的原型 所以他們就以他當命名 那在大概快西元2000年 那時候美國的國防部 跟太空總署 所以你看這是太空科技 他們那時候就合作研究 他們那時候認為說 如果我士兵或是太空人 在原地受傷了 我只要有機器架好 我在很後方的醫師 我就可以遙控操作手術 所以你看圖 我們距離病人 大概是3公尺到5公尺的距離遠 你看我埋在那個機器裡面 我們手動他的機器就跟著動 是同步的 傳統我們做腹腔劍的手術 你可以想像成醫師的手 就是像綁著石膏在做事 所以說你看在縫的時候 那個動作都會很死板板的 那我們有時候跟別人講說 你做機器人手術 就像是把你那個醫師的那個 石膏把它鬆開一樣 你手是可以整個彎的 所以他的動作是更精細 而且是那個畫面是 3D 而且是10倍的大小 所以說你可以做很顯微的手術 那我們曾經就遇到 一個案例是這樣 就是那個一個40幾歲的女性 她開過兩次頭不踩 又開過肌瘤 然後後面又一次沾黏 又再開過一次沾黏 所以後來她肌瘤又再長到 快8 9公分 然後看了醫師之後 很多醫師就覺得說 你這個沾黏可能要開很大的手術 然後她之前開了那麼多次 她又怕越沾黏 而且痛 因為傳統手術很痛 所以後來她找了很多醫師 後來她決定質詢過後 她決定做機器手背 那在好死不死她住院前 又突然一個很嚴重的高血壓 然後腎臟科就意外 把她發現一個 很複雜 你同時要開兩次又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跨科去討論 結果她那次她也決定做大東西 那我們就跨科合作 我們婦產科幫她 就是雖然沾黏的部分 她很精細的把她剝離 也成功的解除 那同時我開完的 我就旁邊休息 換泌尿科的醫師上來 然後她就把她腎上線瘤 也把她處理掉 因為是微創 所以會非常快 其實男生最常見的一個問題 就是 很多人如果有長輩的話 都會知道 這個其實是蠻困擾的一個疾病 那其實呢 在攝護腺肥大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都會用 西藥的藥物去做控制 如果真的你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辦法幫你 去做一些手術 那當然傳統的手術 當然就是有一些比較傳統的 就是可以把它整個攝護腺拿掉 那另外就是一個 就是叫刮除術 可是做刮的動作 往往就會有出血 尿失禁這些副作用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80歲的爺爺 他其實是一個 尿失禁很嚴重 因為每一次只要做出刮除術之後 他就會有 可是呢 他又是屬於那種 攝護腺肥大很容易復發的人 所以他又不得不去做 那每一次跟他講說 你的症狀已經用西藥控制 沒有辦法了需要再去做 那個刮除術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說 哇 好麻煩 就會想說乾脆不要 能不能再加重一下藥劑量 可是我們就跟他講說 其實現在的科技發達了 現在已經開始有這種新的方式 那新的方式包含雷射 雷射的 雷射的 現在有這種濾光雷射的 那個攝護腺的一個照顧 它其實可以直接進去把那個 我們多出來塞住的部分 直接做一個 一樣就像燒除的方式燒掉 就比較不會有出血的一個問題 那除了這個以外 所謂的濾光的雷射 還有是超音波的方式 所以它有音波的方式 也可以把那個所謂的攝護腺 把它肥大的地方做一個處理 所以它這樣子處理完之後 恢復期也比較少一點 出血量也比較少 然後最重要尿濕 也比較不會出現 那我要來講的就是AED 那AED就是跟今天的題目有關 就是真的是救你一命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話 我們的第二的十大死因的第二名 就是心臟的疾病 現在可以算 然後我們每年平均大概有 2萬人因為心臟突然的停止 然後猝死 可是裡面只有3% 不到3%是出院的 而且這個出院還不是 全部都是走出去喔 有的可能有一些後遺症 甚至有的變植物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心臟在停止了之後啊 我們只有黃金的5分鐘 其實嚴格說起來只有4分鐘 因為4分鐘之後 我們的腦缺氧了 缺氧了 然後就開始要壞死 那如果到了過了8分鐘 甚至10分鐘 那那個缺氧就成定局了 所以這些猝死人 通常都不是死在醫院嘛 通常都是死在醫院的外面 所以沒有人去急救 沒有人去搶救 沒有人譬如說做CPR 或是找AED來給他電擊 這個人大概就沒有救了 而且過了1分鐘 我們的成功率又少了1成這樣 所以大概10分鐘左右就差不多了 這個AED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們有在推廣 但是推廣的不是很有成效 所以像台灣 我們現在是規定是說 要有3000人進出的那個地方 就會有一台 那所以我們用來算的話呢 譬如說假設10萬人的區域的話 我們台灣只有大概44台左右 可是在日本就有393台 快400台 幾乎快我們的10倍了 10倍了 對 那原鄉更慘啦 所以其實這個就講到 我其實蠻感謝醫師好啦 就是增加了我的知名度之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我可以做什麼 就有一天我們不是在講黃金急救嗎 就那天我就想說 那講黃金急救的話 講最重要的話 是要拿那個東西出來 所以我那天有帶AED 完全沒有跟瓜哥蕊的狀況下 所以大家可以馬上就學會了 對 馬上就學會了 那天瓜哥 對啊 很衝裡面 你要教大家一下 對 所以我們來 到底要怎麼樣先檢查什麼 要先看一下他的呼吸跟心跳 可是這個有時候很難去判別 尤其是在很緊張的狀況 對啊 所以可以稍微感覺一下 他的鼻子有沒有氣息 或是看他胸部有沒有起伏 甚至可以把手直接放在他的胸部 或肚子去感覺 那個脈搏的話 也是滿難的 我們通常醫護人員也很難 但是我們大部分 就是摸頸動脈這個地方 那我們怎麼知道要不要用這個 如果這個病人 不會咳嗽 不會動 然後沒有很明顯的呼吸 你就先把它撞上去 因為它會幫你偵測 機器會告訴你 它會幫你偵測 來 你先試試看 那現在是有一個人 就是昏倒在地上 昏倒在地上 對 然後你要先做兩個叫就好了 好 第一個叫 叫他 哈囉 對 可以拍大力一點叫 哈囉 對 然後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喂 不行這樣 沒有反應 對 沒有反應 沒有呼吸 然後你大概看起來 是沒有呼吸 沒有心跳的感覺 對 然後不會咳嗽那些 然後第二個叫 叫救護車 對 沒錯 叫救護車 然後叫救護車的同時 你就要找AED 假設現在只有你一個人 沒有 我是路人 你可以叫床嗎 開幾電源 要開什麼 它上面有寫 開電源 你不是羅美麗嗎 你不是羅美麗嗎 要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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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在哪裡 從灰色盒子內 撕下一片白色電極片 你看 灰色盒子內 要上面一個 撕下一個 上至電極片 慢慢來 反正那邊不是有 右邊上面 對 然後一個 這裡 胸下 對 應該是這樣 天火第一片 遠離病患 請上節率 建議電極遠離 就按 對 所以這個電極的鈕 就在地上 它建議的 那就按下去了 那你按下去說不要碰到它 就電完了 請確認已撥打電話 撥了 這樣就電極了 就電極了 好 可以了 進行CPR 可是你忘記了 請它教你 請按下閃爍的藍色按鈕 好 將手掌根部 他會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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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他要不要撕下 要不要撕下 將您的另一隻手 置於其上 好 用力將胸部 向下壓 五公分 五公分 他給你節奏 有節奏耶 要多少 對 三十下 然後呼吸兩下 你就是在慌亂 你根本沒有辦法算 太厲害了 這個機器會給你節奏 跟著步操做 將頭部清斜 必須於兩次長吹氣 對 所以我們就給我 要撕下巴 對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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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回去 她胸部真的有浮血 好好玩 不是好好玩 要救人 如果真的碰到 我應該也是很緊張 一直持續這樣救護車就來了 對 或她醒過來了 所以像那種游泳池盼什麼的 有時候 其實都應該要游 OK 妳示範得很好 示範得很好 謝謝老師 我覺得AED這個東西更重要 因為救一條命是一個家庭 對 所以每次其實我在急診 有人在我面前猝死 然後救回來 然後她走得出去醫院 我都覺得 我永遠都記得那個病人 我一輩子都高興 她可能不記得我在急診救她那一段 她可能記得後面住院的部分 但沒有關係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AED是需要到處都有的 我希望未來就是 譬如說像在日本 連那個販賣機旁邊都有 那我希望這樣在台灣話 譬如說我們會想的像 譬如說便利商店 或是大眾捷運系統 或者是火車上 或甚至是那種 計程車隊 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鼓勵大家去學 CPR 因為我會 CPR加AED 我願意救人 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你我身邊可能會發生 急需要急救的人 那種危險狀況都會出現 有可能 那學會急救方式 你也可以成為救人移命的 關鍵人物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歡迎 介紹723更美你好辣 醫師團 醫療技術配合新科技 會產生什麼火花呢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報你知 原來治病 還有這些貼心服務哦 三位藝人 又有哪些特別的經驗呢 醫療是越來越進步 大家都知道 也越來越人性化 現在的科技很進步了 把醫師、護理 從醫院請到身邊來 透過發達的科技 就讓看病的變得更方便 就等於遠距離 不過剛剛跟醫師聊一下 過去是不合法的 因為看病就一定到現場了 不過現在可以透過視訊等等 還有什麼遠距離開刀的啦 這醫學是越來越發達 我們看第一樣 醫療人性化 特殊服務一箱 遠距離醫療 隔空就你命 遠距離醫療 其實在每個國家的狀況 會不太一樣 當初在台灣 最主要是因為要照顧慢性病 大家想一下 如果有糖尿病有高血壓 那你的家屬在家裡忽然血糖高 血壓高 怎麼辦 在過去只能掛號嗎 或是中急診 幾乎都急診了 對啊 所以當初就是為了這個 我們才把這個醫療做了延續化 所以有了遠距離醫療 那遠距離醫療 我講比較簡單 譬如說你的父母 在家量血糖跟血壓 那我們可以透過行動裝置 在30秒內 就把這些數據傳到平堂 那各樣管理師 只要坐在醫院或是坐在家裡 就可以管理所有的病人 電腦跟你們連線 現在沒有這麼 沒有現在更方便 現在我們有許多的工具 譬如說血糖機 你測了之後 可以跟你的手機 做藍牙連線 藍牙在走市機 走到我們平台 然後另外還有更方便是 手機本身就可以插卡 它GPRS 對 所以直接裡面就插信卡 所以血糖機 血壓機 測了之後 這些數據直接 譬如說現在這個人是在澎湖 就可以跟你做這個連線 是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的病人 可以管到全世界 在美國啊 在澳洲啊 我們都可以去管理他 可是有時候他收訊不好 會斷訊 沒有 而且年紀太大 有的不太會用手機 像我奶奶那時候大概 九十多歲 他要命 自己打針 他可能就需要這種 對 所以如果是打針的話 要這樣控制血糖 那怎麼辦 那就沒辦法遠距離了 控制打針的 我們有幾個方法 就是控制打針呢 譬如說我們在醫院 已經教他怎麼打胰島樹了 對不對 可是不可能教一次就會 沒這麼厲害 所以回去之後 我們可以用視訊教學 醫生自己打給他看 病人在家裡打的時候 我們的護理師在線上看 每一個步驟 我們看得很清楚 那哪裡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馬上幫他糾正 當場指導 對 當場指導 那這樣子就會讓病人 招呼是沒有間斷的 你在家裡有問題 其實線上護理師營養師 馬上幫你解決 那你就不用再去掛號啊 或是家裡人是 你無所事從 你不知道怎麼辦 血壓高起來怎麼辦 那我們的遠距離 血壓高 我們的護理師 只要看到我們有設紅黃綠燈 只要是紅燈 一定要主動打電話聯繫病人 還有發訊息給病人家屬 然後我們在線上會解決 可以馬上解決的 那我們就在線上解決掉 那不行的 送急診 我們就會跟他說 你現在要去急診 那如果可以的 那你可能明天再去掛號就好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模式 其實我們也拯救了很多人 可是你們在國外的時差就有差 你可能是晚上 還是白天 是醫護人員 所以他們要等你的時間對不對 知道你的上班時間 瓜哥講到一個重點了 所以過去我們的遠距醫療 只有做白天 可是我們醫院目前做 24小時的call center 這還是有一些法律的規範我要講 就像剛剛其實瓜哥剛開始就講 過去我們台灣的法律規定是 醫生不可以在線上開藥 不可以在線上做問診 對 我們只能做數據上的管理跟評估 就像我剛剛講 血壓高 那我們去分析原因嘛 那在線上幫他解決 血糖高 我們在線上分析原因 而不是說我在線上開藥 這個是法律是不允許 可是明年開始可以 真的 因為健保局也發現這市場太高 太高 上一個頭了 這個馬上要跟進 我們這邊舉一個 其實遠距醫療可以去救人的一個案例 有一個70歲的阿嬤 她跟她先生以前是開中藥店 結果那個老先生過世之後阿嬤就獨居 那兒子住台北 有一次就看到我們的宣傳 看到我們有遠距醫療 然後她就真的下去 帶著阿嬤到我們醫院參加遠距醫療 那故事是這樣子 阿嬤因為每年到她先生的季日 她會心情特別難過 所以那天就不想吃飯了 還好她有參加遠距醫療 所以我們的護理人員都會督促她 每天督促她 量血糖跟血壓 那第一次發現她已經有低血糖 就跟她說阿嬤妳就要吃飯了 不能吃東西 當然阿嬤她的悲傷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第二天我們發現她不量血糖 可是血壓偏低 我們人護理人員馬上打電話給她 發現她講話怪怪的 說人很疼 她很疼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啟動了我們的 緊急醫療裝置 就通知她的兒子 請她兒子趕快回去 我們這邊的急診都已經待命了 然後就這樣子透過我們的聯繫 她兒子到了之後馬上發發量血糖 發現血糖只有二十三 我們把阿嬤送到我們醫院的急診 馬上給她葡萄糖 結果處理了不到五分鐘 阿嬤就恢復正常 所以她兒子很開心就回來了 所以醫療怎麼不用 你叫我去說 阿嬤我紅瓜 你也吃過我 所以我才說如果這個案例 她沒有參加遠距 其實她在家裡發生遺憾 最怕發病沒有人發現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沒有人知道 最怕是這個 真的沒有人知道 過了那個救援的失散 延誤了 延誤失散 所以這邊還是要呼籲一下 其實高血糖不可怕 因為高血糖要造成嚴重的併發症 至少要好幾十天 可是低血糖不能拖過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你低血糖拖過百點之後 我們鬧就失去光燃了 真的嗎 這麼人說 所以我們還是選擇高的好了 這個糖尿病都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失控肉吃了沒關係 不過這應該是說 我們要選擇好的醫療團隊 把血糖控制好 又不會低血糖 我曾經碰過一個個案就是 因為她也是住在比較偏鄉 所以那邊的醫療的資源 相對比較不發達 比較不方便 那她也是有個糖尿病的問題 她最麻煩的是因為 她在懷孕 所以前兩次懷孕的時候 都沒有順利生產 然後這次懷上了 所以她認成糖尿病的問題 就希望可以好好來做血糖的控制 可是因為是印尼的新娘 英文也不太好 中文也不太好 所以就互動上就很辛苦 那我們的個管師真的是神通廣大 她就跟她說 你每天要吃什麼東西 就把它拍照下來 就上傳到我們剛剛講的系統 她就看到說你吃了什麼東西 那因為她懷孕之後 她常會吃完東西會認成呕吐 她如果今天打完胰島素 吃完就吐掉了 那等一下一小時之後就滴血糖了 所以就很危險 那我們個管師就跟她說 沒關係 她不會講中文不好 然後英文打字也不好 就說那你 好人心說 這個是很好用 她就直接就跟她講說 他們就用我們通訊軟體 就是吃完東西之後 就觀察半小時 假設今天傳到一個 嘔吐的圖案給個管師 就代表錯了 就代表錯了 不打針 不打針我們就觀察 今天嘔吐了就不要 先不要打針 我們觀察之後到下一餐 那假設今天吃完飯之後 傳一個笑臉的圖案給個管師 OK 打針 所以就這樣子 讓她可以這一次的這個 懷孕當中 血糖就很穩定 第三次懷孕 就很順利的生長 像我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是一個婆婆 那她家裡住在花蓮的山上 那她其實已經有 中風 糖尿病 就是半生不遂 已經有這麼嚴重的狀況 那其實她的血糖 一直控制得不是很好 她的飯前血糖 大概在250左右 我們一般正常人大概在90 所以是比我們一般人 高了兩三倍 可是她已經都得了這些病 半生不遂躺在家裡的時候 沒想到她還是一直 那其實她的兒子 就覺得很擔心說 我媽媽一直這樣子 然後跟她講好像也講不聽 然後就尋求找到我們這種 遠距照護服務這樣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就開視訊好了 現在有很多的通話軟體 你其實是可以看到她的影像的 那個媽媽就很可愛就說 那個穿白袍的 你一定就是醫生專家 穿白袍的話我要聽 她說 婆婆你那個白飯 只要一吃血糖就會高 那這樣無止盡的吃是不行的 你為什麼這麼想吃白飯 所以一問這樣 才發現他們以前是種田的 她說我每餐一定要吃兩到三碗白飯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這樣 沒有白飯我沒有氣力 這樣子然後我就跟她說 婆婆這樣不行 你也想要看著你的小孫子長大嗎 那我們現在來換一個飲食好不好 所以就找了說 結果她就拿視訊看一下 他們家的冰箱 有什麼東西 到底有什麼東西 然後發現竟然有什麼 藜麥 地瓜 燕麥等等 這也是比較健康的相對的主食類 那我就跟她說 媽媽那你就把這個東西 原本吃三碗白飯 你把它換一點 換成這種比較高纖維的食物 那另外你要健康 你還是要多吃點蔬菜 這樣子會比較好控制你的血糖 結果沒想到過了三個月之後 她的體重從85公斤 已經吊到75公斤 是健康的吊 然後血糖呢 其實已經控制到100多了 大概150左右 然後她兒子就是跟我們視訊的時候 就是含淚說 真的我們真的很謝謝你們 我媽媽都不聽我的話 還是你們穿白袍的遊戲 所以其實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平常現在上網是很方便的 那你也可以網路尋求一些 像營養師的諮詢 那我們現在也有一些 算熱量APP的軟體啊 或是說你可以拍照上傳食物 那甚至說我們也有線上教學 帶你像我本身也有帶你去逛超市啊等等 但是用線上的 所以這種服務大家都可以多加利用 還好這麼好用 家庭醫學24小時電話能諮詢 的確我們家庭醫學科 大家都知道現在走加醫制度 所以就從加醫的基本照顧之後 再做轉診的動作 那因為要做這個加醫制度 其實會有產生很多叫做 那這些醫療群當中 才會提供特別的一些服務 那其中一個特別的服務就是 24小時諮詢電話 它分兩大類 有時候它會是你這個醫療群裡面的 個管師去接這個電話 有時候呢 如果它是後送的醫院 如果像它後送醫院是醫學中心的話 那它有可能就是有醫學中心裡面 去指派醫師或者是個管師去接這個電話 那當初我在台北的時候 我是我們醫師自己 背這24小時接這個電話的 那曾經就是有一個太太她就打電話來 就說醫師怎麼辦 現在我的先生感覺好像胸口非常的不舒服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在你們的醫療群裡面的某某診所 長期去就醫 然後呢 他有拿一些慢性病藥 那他現在胸口不舒服有點喘不過氣 我可不可以再給他多吃 那一間診所本來給他的慢性病藥 那時候就想說那到底你是吃什麼藥 因為沒有講清楚嘛 但是至少我知道你是哪一間診所 所以我就可以去幫你去調那一間去診所 然後去問這一個病人的一個病情的一個情形 問完之後我就說那您手上有什麼藥 他就跟我講說有一顆藥很特別 它長得像心臟的形狀 就是心形的那一顆藥 他那時候就心臟有問題 他會給他開這一顆藥 那現在他胸口不舒服可不可以吃 那我就說那心形的那一顆藥 以你的那個藥單上面來講是 現在不可以吃 所以千萬不要自己自裝主張就去吃 但是因為你是屬於這個醫療群 我可以幫你去安排後售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狀況有點不大對 但是我會幫我們的急診室告訴說 現在哪一個醫療群的某一位人 等一下就會到了 可能病情會是什麼樣 要做什麼處理 後來他是坐那個計程車馬上過來 過來沒多久 他在量的時候就發現說 好像心電圖有點異常 還在跟他聊天聊天 還在諮詢的過程中 突然間就心肌梗塞 那現在突然間心肌梗塞 那還好是在急診室 所以馬上緊急做出現新導管的處理 然後把它處理好 他就被救回來 家庭醫師的制度 當時衛福福在推的時候 他主要是要推那個分級醫療 因為現在大家 我們台灣的人很奇怪 他生病就想往大醫院跑 他其實是希望有家庭醫師制度 像美國一樣這樣子 所以他說推家庭醫師制度 這有什麼好處就是 因為民眾還是比有時候 所以沒辦法判斷你自己疾病的嚴重度 而且他有規定說 家庭醫師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說 一定要加一顆的醫師才能擔任 所有有熱忱的醫師都可以擔任 你願意的話 你就可以去登記說 你要成為這一區的家庭醫師 他就會上網公布在那邊 他就有一些病人就可以選你 當你太滿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把人移到其他醫師身上去 這個真的救了很多的人 因為我們基隆有一些醫師 他就選擇加入這個家庭醫師 其實那些醫師 有些會跟我們私下都會有一些聯繫 所以他有時候會轉接病人給我們 那些都是很嚴重的病人 有時候就會爭取到時間 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六十幾歲 他本身有糖尿病 他就是有加入這個家庭醫師的制度 他本來是一直都去看那一家診所 後來那一家診所 把牌子掛出來說 他們現在有加入那個家庭醫師制度有沒有 他就去登記說他要參加 所以他就有那個醫師的手機 24小時都可以聯繫他 結果那天早上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肚子很痛 他解出來的大便就是那種草莓色的 那時候就覺得很怪 他開始不想理他 他兒子看到就問他爸爸說 你應該還好嗎 還是要我們現在就是請個家送你去急診 他爸就說應該不用吧 反正就是肚子痛 拉肚子好像還好啊 他兒子就覺得怪怪的 想說這個大便的顏色 好像也沒有看過這種很奇怪的大便的顏色 他說不然你不是那個 誰是你的家庭醫師嗎 那我們電話打一下問他一下好了 就打電話給他 他打電話給他說 他說不然你照一張照片我看一下 就照過來看 那個醫生一看就說不對 你這個有問題 你現在馬上去急診室 然後他第二個他馬上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有一個病人六十幾歲 糖尿病 現在解這個很奇怪的顏色病 我懷疑他腸子中風 你可不可以幫我處理 你有在醫院嗎 你可以幫我處理嗎 我說我在醫院啊 沒關係啊你就送他來 然後他就說 他就打電話給他 幾分鐘之後到 那時候我已經在急診室了 一來他這個病人從送到我們急診室 後來到那個開刀房去開刀 只花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開進去的時候 他腸子大概只有黑了三十公分 如果說他走正常的程序進來 重新做 重新做 可能他開刀到是四個小時之後 他就長時間趕快可以黑掉一公尺 對啊 就差很多啦 第三 我們來看一下 治療難抉擇醫師陪你開會 在我們一月我們叫做全人醫療會議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現在不能單純的指治療 這個患者的疾病 有時候我們必須考量他全盤的狀況 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治療的選擇 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如果住過院應該都有感覺 譬如說今天一個人住院 然後家屬可能A家屬在陪 那主治醫師去查房 可能跟A家屬講一講 講完了之後 A再告訴B B再告訴C 然後當C再回來告訴主治醫師的時候 已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有時候有一些重大的決定 應該要所有的家屬一起集合起來 那由醫師一起的告知 然後除了說集合所有的家屬之外 其實我們講的全人醫療 通常開會的時候不會只有醫師 會包含照顧他的護理師 那包含就是可能像有些營養師 社工師 甚至像我們醫院是宗教醫院 所以我們會有院務部 會有牧師一起加入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有一些患者 他有時候在治療上面 會有一些遲疑的時候 不見得是針對那個病 而是他自己有些家庭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他不一定 願意告訴醫生 但是他會願意告訴社工 也會願意告訴一些院務部 就是宗教的人員 然後我這邊講一個案例 其實我就覺得是這個會議 可能有史上一點力這樣子 那最後是一個很好的Ending 那其實他 就是他這邊是一個23歲的外配 越南籍的外配 然後他那時候懷孕25週 那那一年就是也是剛好 H1N1的時候 他就流感重症 來到急診的時候已經就是 就是已經就是 就是整個生命真相都不太好了 那肚子裡面有個寶寶怎麼辦呢 他才25週 所以那時候就命令到 是要把他生下來 還是不要生下來 對就是如果說他生下來的話 他有可能養不活嗎 因為才25週 那如果不生下來 在裡面的話 孕婦的狀況那麼差 也有可能會不行 但是總是在裡面多待一天 又是一天 所以這個醫療上面的抉擇 是很困難的 那那個時候就是請這個 他的先生 就這個外配的先生決定 他就一天一天過去的 一直沒有辦法決定 到底小孩是要生 還是不要生 然後你就看了這孕婦的狀況 一天的比一天差這樣子 那那時候就是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沒有辦法決定呢 那後來就是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家裡面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召開了一個會議 那那個會議上面就是 其實那個 你路上可能也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所有的醫療人員 就是包含了像 副院長他的主治醫師 那主治醫師包含了 加護病房的主治醫師 包含了婦產科醫師 包含了新生兒科醫師 那因為他是H1N1 所以感染科醫師也在 所以所有的醫師一起來 討論這個狀況 然後請家屬來 而且是連這個外配的爸爸 從熱男也來了 所以這樣子能做的力量 就比較大了 那時候當天開完會之後 這個父親回去之後 他就想說 好那他決定就是放棄這個小孩 因為後來問到說 是因為他其實家境不好嘛 那所以就是他這個 這個小孩生出來之後 會有很多後續的醫療負擔 所以那天隔天之後 他們就回到加護病房 那我們其實 悦目部的人其實就真的很 就是很有愛心 就引導這個父親 就是摸著這個孕婦的肚子 然後就可能要跟這個小孩 就是告別這樣子 結果這個父親呢 就是摸著他的肚子的時候 他就說很抱歉 就是爸爸必須要放棄你這樣子 結果他就感覺到裡面的肚子 就踢了他一下 就那個小朋友就踢了他一下 然後他那個爸爸就 當場就是眼淚就是掉下來 他覺得這個孩子在提醒他 就是不要放棄我這樣子 那後來呢他就想說 好那他回去再想一天 他說明天再來告訴醫生 然後回去之後 就當天晚上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你也不知道是奇蹟還是怎麼樣 當天晚上就是 加護病房的護理師 在照顧這個孕婦的時候 發現那個寶寶的頭 已經嚇到慘到了 就他自己要出來了 對 聽說你要 聽說你要把我們放棄 放棄了 放棄了 我先走了 先走了 然後 所以當下趕快就是 因為 畢竟之前開過家庭醫師 全人的醫療會議嘛 所以那個婦產科兒科 都對這個case很熟 趕快過來幫忙 然後迎產出來之後 其實 迎產出來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是黑的 就是沒有生命真相的 然後那時候 因為新生科醫師也熟這個狀況 趕快搶救 然後CPR之後 人有回來 那就住保溫箱 可是住保溫箱的時候呢 就是前兩天的時候 就軟趴趴的沒有力氣 也不知道能活還是不能活 然後媽媽的狀況 其實生產之後 也迅速的急轉直下這樣子 那後來呢 過了兩天之後 其實就是那個護理師 在餵寶寶 就是喝奶的時候呢 就發現他的小手 拉了他一下 欸 有張力了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就想說 救活了 這個寶寶救回來了這樣 結果後來才發現其實在 他這件事情的前半個小時 媽媽 媽媽沒有辦法救回來 所以媽媽往生了 大家就覺得說 可能是媽媽保佑這個小孩 一命 來保一命 讓這個小孩 就是可以回到人世間這樣子 那那時候其實整個 雖然說最後媽媽走了 但小孩還是有回來這樣子 我這邊要講的是 就是因為爸爸經濟能力不好嘛 我們醫院還幫爸爸 找了一個工作這樣 對 所以算是很人性化的醫療這樣 然後其實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如果當初他們有這個會議的話 也許一天一天的時間拖過去 也許醫生也沒什麼舒適 但是也許就造成了一些遺憾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小朋友救回來 他現在好端端在上小學一年級 還是要提醒大家 有些醫療狀況要越早做決定 會越好 你講的都對 可是一般這種事都是很難找 真的啊 怎麼抉擇 所以我才說家庭會議有它的重要性存在 就像有一個80歲的阿婆她糖尿病 可是肺炎住院 那肺炎住院有時候很嚴重 她自己沒辦法呼吸 你要插氣管內口 可是為了一個氣管內管 可能一個家庭就可以討論一個禮拜 要擦不擦 要擦不擦 因為擦了之後以後做機切 又拔不掉 那討論 其實你在討論這個一個禮拜 阿婆的身體狀況變差 越來越擦 她營養變差 所以你如果越早擦的話 其實對她來說 她後面的機會會比較高 所以這時候家庭會議就有這個存在 所以我那一次因為是我的朋友馬上打給我 我就馬上為她召開了家庭會議 然後就跟她講 我們反正現在來擦一個禮拜之後把管 一個禮拜之內把管 那你做氣切的機會就很低 結果現在那個阿婆現在還 每次三個月要來看我一次門長 來好好的 我之前就是後面長了一顆類似大的青春痘 但是它不會痛 主要它不會痛 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所以就一天拖一天 一天拖一天 然後一直到公司覺得說 我們來做一個身體的檢查 我覺得這是公司還不錯 就有這樣回饋 當初去看第一位醫生的時候 那醫生非常幽默 人也非常好 但是他總是跟我開玩笑 他跟我說 旁先生你放心 我從來沒有看到 以你現在的體重我覺得 應該是脂肪瘤之類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要求來 因為我們都請下去 我們要求要做檢查 所以我們就先做了抽血 抽血完之後 那要七天看個報告 七天報告完了以後之後 他跟我講說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TC 我們再去做 那這個時間其實排得滿長的 因為常常都要排隊的狀況 有一天啊 因為我們都七天七天看這個病例 有一天我去的時候 他笑臉迎人 然後跟我講句話說 龐憲甄 我跟你講 你要聽好消息 壞消息 蛤 這什麼東西啊 對啊 他直接跟我這樣講 我突然我很緊張 我看他說 我說不出話 他說那我先講好 好消息 我先講壞消息好了 不是脂肪瘤 對 他說可能潘覺得不是脂肪 然後好消息是說 不過我們還沒有那麼的確定 所以 先把好消息 沒有好消息 真的我跟你講 真的 這是我行真行力的 我跟你講 那時候你知道那個心 好像 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我們從來 從第一次他跟他講說 不會上不可能有不好的東西 我們從來沒有 不做他想 因為我甚至至少 最早之前 我是覺得他是青春痘 我甚至是 只是他太久沒消 三四個月沒消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心事 突然覺得 那後來我們就必須要做切片 來做確定 但是後來呢 因為這個醫院的這個機器沒這麼多 那我們做排完 排完之後呢 我掐指一算 大概是過年 農曆我們農曆過年的時候 前後這樣子 要進醫院這樣 大概要三個多月 那我們就 沒辦法排不到嘛 我們就這樣 然後呢在工作的時候 有一些長輩 演藝圈的長輩跟我講說 你那個應該是腫瘤 你確定是腫瘤的話 你去北投的醫學中心 他們應該看完病例 確定收你的話 你的整個流程跟跑的速度 跟檢查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去申請了Copy什麼東西 我們要求轉轉我們就去 去了之後果不其然就是 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第一我覺得就診的 各方面也很舒服 沒有那麼冷冰冰 然後個人諮詢的部分 它還有一個擋板 就旁邊跟你一樣來諮詢的人 你比較覺得比較隱密 然後一直到整個大概一天 我們大概一天整個 然後切片三天之後 然後三天之後就可以看報告 完了之後醫生馬上講說 好快喔 對 他不慢 他說你最快什麼時候出院 我說我明天就可以出院 他說好 我先告訴你 我們確定他是腫瘤 08 癌症分 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是癌症分四個期 我們現在判定 應該是0在1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你越快越好 我說我明天可以 他說好 馬上排 那你算發現得很早 很早 對 但是你知道 就是我身體運氣很好 我剛好聽了長輩跟我講 但是如果 其實我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其實 有些時候對我們來說 看醫生是一種很麻煩的事情 第一 預約 第二 掛號 而且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常常在這個過程 等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大有人戰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因為你這個身上 不會讓你有病動 不痛 所以你根本就不會理他 不會理他 時間 歲月累積下去 就二期 三期事情 就轉移 對 然後我們就很快的開刀 結果後來 我們摸是一個小小的突出物 小小的 大概是小拇指這樣 突出來這樣子 然後切片完整個挖出來之後 大概就這麼大 裡面還很深 因為他是0期的 所以挖的範圍不會大 他那個應該還沒有到淋巴癌 他只是說 他那一顆淋巴 可能是真身不正常 他應該是判斷說 他有機會轉成淋巴癌 但他現在還沒有 所以他拿掉之後 他不需要做 其實算還蠻安全的 其實算還蠻安全的 只是有去定期抽血就可以了 抽血就可以了 對 我們的話 我們醫院以前本來 就有一個在加護病房裡面的 家屬討論間 這個討論間裡面 就有一個小沙發 然後它真的是一個獨立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很舒服的 坐在那裡跟醫生 然後可以坐 大概可以坐過六到八個家屬 坐在那裡討論加護病房的病人的病情 可是從來都沒有人用過 然後那個討論間還 傳說說 它有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螢幕 然後可以直接連一連到國外去做視訊 也沒有人用過 可是 沒有人用過 就想說 這上面看起來很好 你每次經過的時候頂多就是 你值班是滿的時候 你去那邊睡覺嘛 就多一個房間這樣 可是終於有一次 在我的注意事生涯裡面 看到有人用過一次了 就是這個病人 是個老伯 然後他有一張 癌的默契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到之後 治療的抉擇上面 其實他有很多家屬 每次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他講治療計劃 但是回去之後 一陣子之後 因為他們有一個小兒子 其實就那個阿伯的小兒子 住在美國 他是醫生 所以他們家屬轉述的時候 那小兒子 聽到的時候聽轉述 他覺得不是很理解之後 他就會質疑我們的醫療 然後又翻盤 又說他們原來覺得那個不算 我想大家實際時間裡面 大家都碰過像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就很困擾啦 因為我們跟這群家屬 溝通就無效了嘛 那想說那個小兒子 好像還是關鍵人物 我們一定要找他再來溝通 可是好像又沒有到說 真的要他飛回來的時候 所以後來我們主醫師就想到說 我們其實有這個設備 我們來做這個家庭會議 然後就約了一個時間 就美國那邊也可以溝通 然後我們這邊 也可以溝通的時間 就我們這邊的晚上 然後真的把家屬找來 然後開了那個Monitor 他是門用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了一個視訊會議 然後他小兒子終於現身了 我們聽過他們 那麼多人轉述 結果當場講完了以後 然後醫生對醫生講完 他小兒子這樣 就是了然於心的表情 然後接下來之後 留了一段時間 讓小兒子 跟他的那些家人做解釋 解釋完了以後 接下來的那個治療就很順 再來大家就說 就轉安寧兩戶 然後阿伯就很受到尊重的 然後走完他最後的這段路 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發現說 這個房間真的是有他的用處 後來就會常常 主動的去跟家屬提起說 如果你們真的中間家屬 沒辦法到齊 要不要約一天 就算是遠距離的 我們可以連線 接下來第四個我們看一下 出院準備服務 照護資源都包辦 在我們醫院這個叫做 想說你出院就出院 幹嘛還要準備 出院不是你自己東西 行李收一收不回家就好了嗎 要幹嘛要出院準備小組 其實出院準備小組 其實主要是要銜接 我們在醫院的治療 到你家裡面去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這樣子很健康的走出去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 每個人回去都是 你可以回到你以前的樣子 對 那萬一你今天 比如說像有個病人 他出院的時候有 或是有擦個皮膚管 或是他肺部不好 他回家需要氧氣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這些出院準備小組 就會告訴你說 你在哪裡可以租接到氧氣 或者是說 這個病人的照顧度很複雜 他需要在安養院 因為他可能需要人家 長期幫他翻身 那家人都在工作 沒辦法照顧的時候 那我們出院準備小組 就會告訴你說 在你的家裡附近 有哪些安養院你可以去接觸 在以前其實是沒有 這出院準備小組 那時候幫我們醫生 造了很多很多的麻煩 各位其實前一陣子 有聽到一個新聞 榮總有個婦人 都不肯出院嘛對不對 後來欠費欠了六百多萬 醫院也沒有辦法趕走 要怎麼辦 對啊 要怎麼辦 其實我們之前都遇到過這種問題 我們以前有個病人 他也是這樣子 他就出車禍 然後肚子的小腸都撞過 大腿鼠就斷掉 他四十幾歲而已 所以他開刀開了 三個地方都開完 開完之後 他就有點不良於洗 然後他也沒辦法 很正確地表達他的意思 就是還要插個皮膚管 在那邊灌食 因為他前面一個月 是危險期嘛 所以沒有人會趕他出院 可是一個多月之後 他其實慢慢已經恢復了 所以你應該要回家去 然後再去到我們復健科 做漫長的復健嘛 可是家屬死都不辦出院 他說他們回到家沒有人 白天誰照顧他 白天誰照顧他 我們都要上班啊 白天誰照顧他 住院比較暗潮耶 後來我們就一直跟他溝通 一直溝通 他就去找醫院 所以後來就搞了很久 他還是住了四個多月 才最後出院了 可是現在我們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有這個 出院準備小組 所以很方便 因為像我上上個月 才開一個大概八十幾歲 未來病人 他才開到的是第三期 所以他本身有心臟病 所以開到的時候很驚險嘛 開到的時候 他其實病沒有恢復得很好 他的那個氣管插管 一直都拔不掉 後來我們還放一個氣切 因為阿伯繩子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還放了一個胃管 然後那個尿管也拔不掉 可是那時候 我們在阿伯比較穩定的時候 就大概他住院 大概三個多禮拜 比較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通知出院準備小組 他就開始跟家屬談 說那你們出院之後 你們是想要讓他到安養院 還是要到家裡那邊照顧 家屬就表達說 他們想要去安養院 所以我們就幫他找他家屬 那個家裡附近的安養院 所以在順利的 在第五週就順利出院了 像我媽媽是 就是前陣子 因為好像胃那邊有問題 因為她吃東西 就會一直想吐這樣子 然後後來吃了好幾天 藥房買的那種胃藥都沒用 送到醫院之後就發現說 好像怪怪的喔 可能要再住院 然後來觀察一下 結果後來那個總醫師出來看 就看我媽肚子就覺得說 你這個不對 這個應該不是為了問題 可能要真的要趕快盡快做檢查 結果當天一檢查之後 發現他的大腸那邊 長了一顆超大的瘤 然後整個是卡在他的腸子那裡 所以他一吃東西 他完全不能吃 就直接吐出來 然後就臨時緊急 趕快要做這個手術 把那個瘤拿出來 但是那一天的手術是成功 可是醫生也說 其實因為拖了很久才發現 所以已經是癌磨了這樣子 已經有擴散的跡象 然後那時候我們其實在醫院 大概住了兩週 然後醫生其實就也很幫忙 他就說我真的能負責的部分 就是這個刀順利完成之後 最多大概已經能住多久 我就已經讓你們住了這樣子 那之後的問題 你們可能就是要考慮一下 然後就開始跟我們家屬 開始溝通 就說這樣子的話 你們之後是要去送到安寧病房呢 還是回家照顧 就是給我們選 然後就是跟我們一起商討諮商 然後他們也是一樣有一個 就是出院小組 裡面有一個醫師 然後一個護理師 跟心理諮詳師 然後之後還有一個志工 都有來了解 在出院的前一個禮拜左右 就來了解我們家的狀況 因為我們家裡的環境 其實沒有很髒亂還OK 那所以我們就是先把病人要帶回家 就是把我媽媽就是先接回家去住這樣子 可是很多的東西都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媽媽之前只是中風而已 他現在開完刀之後整個又更虛弱 然後整個床我們也要換成 像是醫院在用的那種可以上下的 對的那種病床 然後還有整個輪椅要換掉 因為他整個臥床嘛 所以你要把它移到那個輪椅的話 之前的人已經不服使用了 他要可以那種就是過床的那種 然後手把可以拿起來的那種 就是那些東西全部要重買 然後氧氣機什麼 那些我們也都會需要在旁邊stand by 那醫院這邊就有協助說 那你可能這些東西如果你不買的話 你到哪邊去借 去租借 租借是可以的 然後他就提供了很多的地方 然後就是給我們去聯絡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媽媽的移動啊 那些其實很多東西 買了也不知道怎麼用 比如說要移位袋 從怎麼樣從床上再移動到 那個輪椅上面 他們也都會來協助說 這個怎麼用這樣子 就是讓我們比較方便很多 要不然其實我們帶回家照顧 沒有讓他去住安寧病房 我們其實家屬那個心情 因為是一個 不知道該怎麼做 對就是感覺跟他開刀之前 你的狀況又更差了 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我就覺得他們這個還不錯 然後現在定期的話 兩週會來我們家看一次 但是因為他隨時可以做跟動 因為像我媽媽他可能就是 止痛藥他可能覺得 對這個止痛藥過敏 他會發冷或什麼 就趕快打電話給醫生 那醫生不到兩週 然後隔天或者是過幾天 就立刻一週之內就會再來看 然後依照我們的狀況 然後去再開藥或者是 看說哪邊需要改變的 然後他會做這樣的協助 其實出院準備應該是 從住院的第一天 我們就要擬定一個計畫 因為我們要開始去設想說 這個患者出院之後 他可能會碰到什麼 面臨的照顧的問題 加了人力的問題 還有照顧設備問題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之前有一個患者 就是一個奶奶 她每一次要到出院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她有個心結沒有打開 因為主要是因為她這次是因為 吸入性的肺炎住院 之前小中風 所以組織一次交代說 這次出院一定要帶鼻尾管回到家 之後就必須要長期 要用管罐的營養的支持 可是奶奶只要聽到鼻尾管 帶回家 就完全不想出院 出院那天就會開始 就上演一個苦肉計 那我們出院準備服務 就來了解了 其實家裡面的支持系統很好 家裡面都準備好了 以前也寫好巴士量表 要升級24小時的外籍看護 那氧氣機 抽痰 病床都準備好了 可是她就不想要出院 那了解之後才知道說 其實她即將會碰到一場 孫女的婚宴 現在奶奶心裡面 其實很想去參加 可是她想到說 自己這條鼻尾管 怎麼去參加呢 她就把這個個案 Pass給我們居家醫療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居家醫護理師 其實我們使命必達 聽到說這個一定可以解決 我們一定可以幫助她 就讓她順利出院 所以鼻尾管是塗黑的 不是 打本 其實這些老師 就擔心了外觀的問題 那我們就跟他說 沒關係 禮拜天中午請客 OK 我們十一點到達你們家 我們十一點到達之後 打完胰島素 灌完牛奶 我們先把鼻尾管拔掉 拔掉 拔掉 開始梳妆打扮 其實鼻尾管醫生都知道 其實那沒有很可怕 它就是一個管路 只要放正確 位置正確 那不會有很危險 因為她到現場也不能吃 對 沒關係 她只看一下她 笑一笑就細分 她很開心 對 那就拔掉 就去梳妆打扮 去參加婚宴 那我跟護理師 就在旁邊的便利商店 就等待婚宴 妳沒進去吃喔 我就家裡去吃 妳沒進去吃 包不想包紅包 還要包紅包嗎 麻煩妳 卡在這個禮金還是說 吃菜費不夠包禮金 這個真的就是在 做功德 真的 我們就在附近在等待 那兩點的時候 就約會再按家 我們再過去 再跟他說奶奶 開心嗎 開心 我們又把鼻尾管 又放回去了 那天就可以讓她來演 好感人喔 妳這麼偉大 真的 這個個案真的是 真的是發生的 真的是發生的 想要多講這個嘛 對 所以不要隨便高醫生 妳沒事 誰要告妳 妳這麼狠嗎 妳先拿一雙 妳把自己當多紅啊 天鄉醫療零距離 送藥到府 好方便 其實天鄉醫療 是我們家醫科 就是很常做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會想說 台灣那麼小 怎麼會有天鄉 有還是有的 而且我覺得 就是對這些老人家來講 就算是半小時 車程的地方 對他們來講也是 就是很不方便 其實很難的 有時候碰到那種颱風啊 對 淹水 初步來 我們救難隊 拔山涉水 多的是 你背著老人家 老人家又不捨得離開家 對 這會陰起來 我說這我大的地方 妳要欠多少次 才會把它拖緊 對 這個醫療之前 都不是很好 都不是很好 然後像我們自己 我們醫院自己 就是會在 髒化的一個 比較偏遠的鄉 然後做這個 偏遠醫療的服務 那他服務真的 就是我們去嘛 那我們去了之後 就是如果患者 有需要開藥 甚至就是他不用自己拿藥 我們會跟當地的藥局配合 那個藥會送到他家去 所以對於一些行動不便的 老人家來講 是蠻好的 蠻方便的 那其實除了老人家 對老人家很方便之外 其實當地啊 因為他們可能產業結構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中年 如果四五十歲那一輩 大概都是在當地的工廠工作 那他們其實也很容易就是 有病不看醫生 因為他們一旦看醫生 他可能當天的那個 就要請假 那就要被扣錢 然後可能那個月還領不到 就是全勤的獎金 那你知道現在的老公底薪很低 那個全勤獎金 對他們來講是很多的 所以他們就會忍著 他們就會想說去一趟醫院 還要很遠就不想看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是有一個 也是大概五十幾歲的那個中年人 那他是在一個工廠裡面 做警衛的工作 那他呢就是那時候來看的時候 因為他本來不想來看 他是因為家裡剛好在隔壁 然後他早上起來的時候 覺得他眼睛這邊 點點這樣子不太舒服 然後因為我們在當地其實看很久 所以跟那些阿嬤什麼都很熟 阿嬤就說你過去 今天剛好醫生 你過去給他看一下這樣子 所以他剛好就是在上班前 來得及就是來給我看一下 對然後就是這個看一下 我就是這個眼睛目前 因為沒有什麼皮膚的病罩 那點點就是這個 主速又不是很明確 我說這要觀察 那我會先開個藥水給你 可是如果你發現我長疹子了 你一定要就是就是救醫 因為我怕你這個 會不會是帶狀泡疹 或什麼其他的問題 那他就說好 結果果不其他隔天 隔天那個疹子就長出來了 然後我告訴他說 其實我們在那個地方有很多點 我們每天都有不同點都有醫生 那他就想說好 那上班前再出我們另外一個點 給醫生看隔天 那醫生看了 就疹子發出來 就很明確了嘛 就跟他說你這個趕快 就是去拿藥這樣子 然後緊急的黃金治療期裡面 你用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馬上把他壓下來 不然其實這個 如果在眼睛附近 是會失敏的 那後來回來其實就告訴你們說 還好是因為我們很方便 就在家附近 不然讓他就是請家去看診 其實他也不會 因為那時候就延誤到了 然後這時候 牽涉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那健保卡怎麼收 收費的問題 對 只要有這一台 對 對 抓到哪裡 抓到哪裡 收費 收費跟著科技畫 後面後 信用卡 你用的APP 用的 我們都有這一台 再帶一個電腦 其實走到哪裡 以後手機費照就可以了 對 所以等一下看診可以 把健保卡交錯 這樣方面不是很好嗎 非常很好 看更多病人對不對 對啊 我最近也是在接觸一個 就是眼睛的基金會 我那時候想說 山上的這些原住民 好山好水 應該視力都很好 眼睛應該不會 有太多的病變 我後來接觸才知道 這些原住民 不管是年紀大一點的 或是他們的小朋友 他們對於眼睛的知識 其實沒有這麼的齊全 那因為山下 其實距離又有一點點 那對他們的認知是 他們有時候不知道 原來眼睛生病了 然後那天還遇到一個 年紀很大 九十幾歲的老阿嬤 他就是對他的眼睛的狀態 一些衛教 他們也不理解 那針對一些 年紀比較大 不方便的人 這些義工跟志工 他們是到這些老奶奶家 去把他們抓出來 不然他們也不願意看病 你看這樣照片 就是你去服務的 對對對 後來把他們找來之後 他們一開始抗性很大 就幫他們一層一層的檢查 就輪流檢查 檢查到後面 醫生在最後面 在跟他問診的時候 才發現他為什麼不願意來 因為他覺得 他的眼睛 霧霧的 看不清楚 他覺得以後可能會要開刀 或是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說 那我就已經年紀大了嗎 我老化了嗎 那就這樣啊 就這樣就好 不開刀了 不願意開刀 後來醫生在檢查的時候發現 他只是一個很基本 就是可以痊癒的一個症狀 好像只是老化還是中肚 還是幹嘛 Anyway就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 就可以改善的狀況 然後那個老阿嬤聽到之後 他是 興起落狂 對 他是流眼淚 他說只是這樣子 我不用開刀 醫生說你不用開刀 但現在也不能弄 為什麼 因為你流眼淚 我就覺得 就是這些小朋友 或是年紀大 他們的那個概念是不理解的 然後醫生就過去幫他們 因為醫療知識沒那麼豐富 對 我今天跟他們跑 我就覺得好感動 而且他們很多的醫生 都是沒有酬勞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眼鏡的老闆 他就是願意來投身 然後很多的眼鏡都是現場 你讀書好了 就直接送給他們 是 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他市場太大 沒有 沒有 他沒有說清楚 你要直接在流眼淚那一台 我的意思是說 醫師是很有愛心的 沒有錯 有時候看人家生病 卻愛莫能助 醫師又沒有辦法 24小時待在你身邊 今天告訴大家 有多麼有人性化的醫療資源 你看看這些 我們不用浪費醫療資源 但是我們增加 像我們的醫療瓶子 對不對 對 善加利用 謝謝 上班上了一整天 是不是覺得眼睛又酸又脹 好像眼壓很高的感覺 根據臨床的經驗 這時候量眼壓 眼壓其實不見得會高 常見的慢性青光炎的高眼壓 其實是沒有明顯的症狀的 所以又叫做隱形的殺手 那為什麼會又酸又脹呢 主要還是因為眼睛疲勞所致 目前的研究發現 藍紫色的蔬果 如藍莓 葡萄 紫洋蔥等 還有豐富的花青素 可以增加夜間視力的敏銳度 還可以促進眼部學循環 改善近視族群的對比敏感度 對於忙碌的現代人來說 不妨適量補充喔 鼻子過敏的人常常都會用嘴巴呼吸 但你知道嗎 用鼻子呼吸才能有效隔絕外在的過敏源 讓吸入的空隙更溫暖 避免口乾舌燥容易咳嗽 深呼吸也能吸入更多的空隙 平常可以多練習複式呼吸 改變用嘴巴呼吸的習慣 讓呼吸恢復為最原始的鼻呼吸 還能夠調整自律神經 首先輕鬆地坐在一張有椅背的椅子上 將手放在上腹部的位置 用鼻子慢慢地吸一口氣 這時肚子突出 利用橫隔膜下降 讓空氣進入肺部 之後接著彎腰屈伸 讓氣慢慢從嘴巴突出 手往腹部裡面壓 讓空氣自然流出 每天練習就能有效調整自律神經 未來自律層